主开局就被戴上了绿帽子 省市姐当了一年舔狗才追上的女神 被初二代几天就撬走了 万念巨灰间男人觉醒了神机系 内部拥有一万亿逆袭精工男人花销 并且消费金额的1%会自动转成个人台 唯一的要求便是这一万亿必须在逆袭世界里 花在女孩的身上才可以 灵芯为了测试她的真实性紧忙 来到了市里最繁华的商业景 这是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眼 她正是前女友刘依诚的室友罗亚希 而悬浮在罗亚希面前 富二世的好感度也是灵芯想要的 别误会我只是想请你喝杯奶茶 这突如其来的话顿时让罗亚希来了兴趣 表示这里一杯奶茶足够你打工一个月了你几何起 这时伴随着身后排队的人开始大声呵斥 灵芯直接拿出逆袭卡 表示今天全场的消费都由她买单 就说是罗亚希请大家喝的 果不其然这灰金颅土的操作顿时 让罗亚希对灵芯的好感度迅速上升 此刻她也终于肯听灵芯来找她帮忙的内容了 与此同时在商城的另外一侧 刘依诚正求着新交往的富二代男友给她买名牌包包 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这个包包价值38万是这个店的镇店之宝 你不介意吧 声音的来源正是灵芯找来帮她花钱的刘依诚是有罗亚希 见此情形不知道情况的刘依诚便直接开始嘲讽 你来爱马仕陪别人买包 打肿脸充胖子就是形容你这种头发 然而伴随着刘依诚的突然出现 一道关于她的逆袭任务也随之被开启 看着比当初罗亚希还低的好感 灵芯真后悔当初自己的真心果然是为了抖 紧接着她便突然大笑起来 其实我本来只想为罗亚希买一个包的 但既然碰到了你 那今天就麻烦服务员把店里所有的东西全部包起来都送给罗亚希 男人花费一千万给前女友闺蜜买单 只想让她为其戴绿帽子的行为后悔 起初前女友还以为男人装逼大声嘲讽 直到男人刷卡成功 伴随着销售员的尖叫声传出 前女友这才相信了曾经的穷鬼男友竟真的变成了亿万富豪 而伴随着女友闺蜜罗亚希对灵芯的好感度持续飙升 也代表着逆袭系统任务即将完成 此刻前女友出轨的小白脸还在口出狂言 这明显就是农村爆发户的行为 像我这种富二代都是很低调的 这是一个大龄贵妇的出现直接戳穿了小白脸的话 我花钱养你你却被地里找小三 真是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 见到文姐突然出现王成也不想装了 直接跪下搂住文姐的大腿表示一切都是刘一诚勾引她的 而文姐原谅她的条件也很简单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衫刘一诚俩嘴巴子就可 面对如此简单的要求 王成根本没犹豫对着刘一诚的脸便删了过去 并且为了表忠心还特意把刚买的金链子扯了下来 见此情形刘一诚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起身来到灵芯面前投出了求助的目光 不料却被灵芯直接推开 二手货我是不会再要的 可即便灵芯出言侮辱 没想到刘一诚对她的好感度却不降反省 看来这败金女还真是越打越剑了 这时看到刘一诚离开的罗亚西便鼓足勇气 表示灵芯为自己花了这么多钱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了 实在不行你就以身相许她 然而罗亚西却没理会灵芯的调戏 直接把她带到了一家服装店 还亲自为她换衣服 看着灵芯变装后帅气的形象 罗亚西的内心更是自夸自己真是捡到宝了 时间线来到夜晚时分 罗亚西告别了灵芯返回宿舍 此刻宿舍内刘一诚已经洗完澡正在吹头发 见状罗亚西便假装拿出灵芯为她买的包装交给刘一诚 既然是她为你买的你就拿着吧 说完话俩人还搂在一起装的闺蜜情深 实则二人却都个怀鬼态 与此同时灵芯也回到了宿舍里 恰巧碰到了与她相识的高年级学长 灵芯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要我说你花钱在女人身上还不如像我们一样 打赏给网络主播 那一口一个爸爸叫的才叫爽 听到学长们的建议灵芯顿时感觉毛色顿开 如果我去直播间狂刷礼物 那么系统任务完成便值日可待 从屌丝意外获得神机系统成了意外神号 为了能把钱花出去做任务 她便下载了直播软件 起了个网名就叫穷的只剩钱 打开女主播排行榜 发现第一的名调查查 制作逆袭任务的对象 颜值必须80分以上 所以除非线下见面 否则将不会触发任务层 话音光落于主播查查的直播间 就有人刷出了礼物特效 而为她刷礼物的人 正式名为徐少的幕后金主 此刻她也是在唯一会儿的PK作战前动员 表示一会对方肯定会来带节奏 大家不用管他们PK开始直接冲就是了 这时不懂游戏规则的灵芯 却突然加入进来 想要约主播私下见面的 她直接询问起了榜1需要多少钱 紧接着因为演讲被打断 徐少便命令查查把灵芯踢出了直播间 所以还在懵逼的灵芯 便选择进入了爽爽的直播间 伴随着PK如约而止 查查便开始嘲讽爽爽 连个榜一大哥都没有 我们人多力量大别废话打就是了 随即双方积攒了怒气后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可直到快结束了爽爽的分数 甚至连对方的一半都没到 而就在她准备认输 开始做跳舞的惩罚时 一条黄金龙的礼物特效 直接改变了战局 谢谢穷的只剩前的黄金龙爱妞 可刚弄明白规则的灵芯 却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随着手指不断点击手机屏 一条条黄金龙的礼物特效 瞬间布满了整个直播间 直到刷够了1600个黄金龙 这才停了下来 此刻对面的榜一徐少已经吓懵了 要知道那可是2400万华币啊 她看查查直播三年才刷了300万而已 反之爽爽却因为神豪空降 而兴奋地开始跳起舞来 谁有更是给灵芯直接起了个外号 就叫钱总 而即将赢得比赛的爽爽 也不忘让查查做惩罚 但这同样也给了查查 在神豪面前表现的机会 随即查查便开始表演起了才艺 甚至冒着被封号的风险 也要擦边给灵芯看 而灵芯也跳到了查查直播间 表示原谅她也可以 这三条路你自己选一个吧 见此情形 徐少根本没犹豫 很自觉地便退出了直播间 之后伴随着比赛结束 灵芯的手机就开始震动起来 无数条私信外加主播的好友请求 便映入了眼影 而作为主播老手查查 也开始了舔狗漠视 表示自己家就在岩江市附近 可不可以找时间请灵芯吃饭陪走 而灵芯为了做任务 也爽快地答应了请求 前哥哥后天见了那么大 星辰学校女生宿舍门口 已经堆满了 他们都是听说了笑话失恋 来送早餐想捡个漏 伴随着一阵尖叫声传出 差那间四个大灯 便出现在了眼前 出于礼貌 罗亚西只能勉强接受了好意 但这下也让追求者误以为有心 恰巧碰到路过的灵芯便 一时兴起开始嘲讽 灵芯老弟你怎么才来啊 听说你昨天被刘依成甩了 但他已经叫外卖了 你明天还是早点来吧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见灵芯出现 罗亚西竟直接把刚收到的早餐 送给了灵芯 尝尝这个早点 这可是利兹法式餐厅的早餐哦 话音刚落 只见刘依成突然将罗亚西挤开 表示自己订的外卖 没想到即使灵芯口出狂言 二女对于她的好感度 却不降本声 紧接着为了表示诚意 刘依成更是想亲自为灵芯吃早餐 随即不甘示弱的罗亚西 也紧忙蹲下 同样也将早餐递到了灵芯嘴边 下一秒罗亚西穿的超短裙内的风景 便被灵芯一览无余 早餐还行 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红色 然而意识到自己暴露的罗亚西 不仅没有害羞法 对着灵芯开始撒娇 那我以后换个你喜欢的颜色可好 这话一出一旁 罗亚西的追求者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被担架抬了出去 此事也瞬间在校园贴吧上 被同学们疯狂转发 随即听说学校新闻系的人 要来采访自己 灵芯紧忙将俩人扔下 向着远处逃去 这一下也让本事闺蜜的二女 彻底撕破了脸 不久后躲在角落的灵芯 突然收到了一则手机短信 来人正是昨天被灵芯狂刷 2400万礼物的网络主播茶茶 钱哥哥 今晚7点半我在岩浆机场下飞机 你会来接我吗 一大哥狂刷2400万私下会见 当红女主播 却被莫名男粉丝结族先登 虽然两人是第一次线下见面 但男人的装束 让女主播一眼辨认了出来 而听到女主播对男人的称呼后 一夜消费千万被称为 亿万神豪的灵芯 瞬间就让男粉丝就认了死 并且震惊的还不止他一个 就连女网红茶茶 也没想到自己的榜一大哥 如此年轻帅气 而伴随着茶茶的出现 系统拍发的逆袭任务 也宣布正式开始 就在这时不远处 又有人在呼唤茶茶的名字 来人同样也是在茶茶 直播间消费过的赵总 然而在听闻林芯 就是茶茶的榜一大哥 穷得只剩前后 赵总便开始试探 表示自己那个500多万的车 就不开出来献丑了 不知钱总的座驾是什么 我开小店驴过来了 之后由于林芯的座驾 实在过于荒谬 一行人只能选择 乘坐赵总的车前往饭店就餐 然而当他们到达酒店后 林芯这才发现 表面上茶茶说的 只是想请林芯吃饭赔罪 但实际上这一切 都是她线下维护消费者的手段而已 并且在饭桌上 赵总还因为林芯没有作家 一直在出言试探她的身份 而得知林芯的全名后同行的人 都表示在岩浆 根本就没有姓名的富豪 听到这里 坐在旁边的茶茶也开始怀疑 难道她只是个爆发户 拥有的财富 都在那天刷给了我吗 这时林芯显然也看出了 茶茶对自己的疑虑 随即她便表示 岩浆的那些富豪 根本就入不了她的法眼 紧接着更是在一众嘲笑声中 一把将茶茶搂入怀中 茶茶你喜欢什么车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话音刚落不明 所以的茶茶出于礼貌 只能随便说了一辆几百万的法拉里 而林芯也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起身离开了饭店 半个小时后 就在大家都以为 林芯已经尿顿跑路的时候 突然一阵强光袭来 林芯缓慢地走到茶茶面前 表示她选的那辆车 太便宜才几百万 保时捷4S店最贵的跑车 才勉强值得我出手 说完林芯便拿出了逆袭卡 下一秒3200万的消费提示 应让全场瞬间压去无声 此花了3000万位 当红女主播买法拉里 只为博得女人一笑 但女主播却不肯放过这次机会 非要让男人和自己去试车 顺便找个没人的地方感谢她 车上女主播茶茶突然拿出一支笔 让林芯在她腿上签个名 可当林芯聊起她的裙子后 却发现名字其实早已经被茶茶提前写好了 这次是写在腿上 下次写在哪里由林芯哥哥决定 怎么样还满意吗 话音刚落林芯便干大地 直接让茶茶停下了车 表示自己还有事要忙 让她先回酒店休息 这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来电正是以前的高中同学 邀请林芯参加明天的同学聚会 而听闻参加的人李静 还有曾经的笑话夏宇轩 林芯便立刻答应了聚会请求 第二天她很早就骑着小摩托来到了聚会场 恰巧碰到了这次高中聚会的发起者冯碧莲 原来这家高端酒店就是她家开的 所以她根本就没理会骑摩托的林芯 伴着鳄鱼凤城便向着会场走去 就在这时林芯接到了罗亚西的短信 表示今晚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因为过两天她就不方便了 我今天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没时间 不方便是你大姨妈要来了吗 那你注意点记得多喝热水啊 而听着林芯关怀的话 罗亚西对她的好感度竟然又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这一下也宣告林芯完成了系统派发的逆袭任务 所以为罗亚西花费的一千一百多万的百分之十 便进入了林芯的个人账户中 而且个人属性也获得了提升 还额外赠送了一次抽奖机会 但抽奖后出现的三条选项顿时让林芯感到无语凝页 索性先把此事放下眼前先去参加同学聚会才是重中之重 不久后当林芯来到房间时 出于寻找猎物座任务的本能 她便开始寻找笑话夏宇轩的踪迹 可换来的却是满堂嘲笑 我说林芯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夏宇轩的家族是岩浆市里有名的富豪 在这里想必只有冯碧莲才有机会上手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话音刚落伴随着房门被打开女主角闪亮登场 抱歉有点堵车 没耽误到大家的雅信吗 男子花了250万请来了世界大厨 同学聚会上完全彰显了自己的实力与财力 却唯独只给她配备了馒头咸菜 只因她抢走了曾追求几年都没成功的笑话 然而此刻林芯也没想理会男子的刁难 只是拿起手机看着自己被人拽进了一个富家子弟群中 但林芯明白手里的逆袭精是不允许花在男人身上 所以为了表示诚意她就随便在群里找了一个女生 直接转给了她1888万作为见面 这一下也彻底让群里的人炸了 其中一个名为高调太子爷的人 更是邀请林芯有时间一定要来美来登酒店王的 而说话的人也正是刚刚还在故意刁难 林芯的美来登太子爷冯碧莲 不久后吃完饭的众人便被冯碧莲带到了挺OKTV 作为同学聚会的发起人 她还承诺会介绍岩浆的富豪给同学们认识 这是一个服务员突然找到了冯碧莲 表示坐在角落的林芯要点一瓶价值不菲的红酒 询问冯是否同意 而当同学们都用质疑的眼光看向林芯时 林芯却表示这酒有人请我喝 不用你付钱尽管上就舍 见此情形以为林芯装冤大头的冯碧莲便心生一计 直接为其开了一瓶价值25万的酒王 请你喝酒的人要是付不起这钱 你去山西挖门也得把钱还上听明白了吗 话音刚落曾与林芯相识的车总便来到了包房内 随即根本没理会冯碧莲的笑脸相迎 直接坐到了林芯旁边 不好意思啊 钱总还让您等我这么久 我自罚三杯就当赔罪了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几天在网上被疯狂转发的富豪钱总竟然就是林芯 而相比于不怎么关注网络的笑话夏雨萱 最为震惊的还是冯碧莲本人 想着刚刚自己对林芯的恶劣态度顿时冷汗时梦 今天全场的消费由我买单 大家尽管挑最贵的来 一个女孩半夜12点不回家竟在马路边哭起 原来她只是想在此等候前男友回来向她借钱 可听完前女友借钱的理由男人却直接笑说声 一路往代买名牌到期后竟想着让我 你还真是拿我当2B了呀 此话一出林芯在刘依诚心中的好感度便下降了20年 可即便如此林芯也没惯着她 天下美女千千万 纵使自己现在已是亿万神豪也不会把钱浪费在这种渣鱼身上 第二天一早林芯应罗亚西邀请正准备去决定 途中为了花钱做任务 她便再次登陆了斗鱼平台账号群的指示词 而见到前总光临直播间茶茶本想着先打声招呼 不要还给她的确实一套组合拳 十个 一百个 三百个 一瞬间茶茶的直播间便被土豪专属礼物特效占满了屏幕 直到刷够了三亿华币这才被平台强制停止 震惊之余茶茶本想着为灵芯来的一对医会人专享协议 不曾想灵芯直接潇洒转身离开了直播间 而就在灵芯庆祝刷了三亿自己会得到返现三千万八币时 茶茶却少女心盗棚认为灵芯是不是爱上她 紧接着又突然揉了揉脸 想着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灵芯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提款机而已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上她的 画面一转灵芯已经到了聚餐地点附近 这时一阵吵闹声突然传来 原来是追债的人找到了刘一诚 因为刘一诚欠钱不还一拖再拖 惹得这群精神小伙直接选择用墙准备让她肉炒 而就在他们刚把刘一诚绑上车时 司机便被突如其来的一拳打懵逼了 拿着这八十万赶紧滚 见到灵芯出手不凡精神小伙便也没打算交产 将钱收起来留下一句谱话便驶离了现场 而看到灵芯竟然出手相救刘一诚本想的出言感谢 不料却被一句以后别来缠着我就先给憋了回去 但经历了如此多事情的刘一诚也暗自下定决心 今后一定会用行动来弥补这三年来对灵芯的伤害 不久后灵芯便来到了聚餐地点 但他却没料到罗亚西口中的美食饭店会是他家 可此刻却容不得他多想 看着罗亚西那极为简单的穿着 一时间笔血竟直接涌出了 然而说归说闹归闹 没想到罗亚西的厨艺还真像那么回事 饭后一盆丁香花突然引起了灵芯的注意 听刘一诚说你喜欢冰箱花我就买了一盘 而罗亚西突然来这么一出温柔香不禁让灵芯感到一阵警觉 按理说这种拜金女不应该哄自己买买买吗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温柔贤惠了 我从小父母离异所以便认为只有钱才能给自己安全感 直到我遇到你之后我才明白并非所有男人都一个样 而且虽然我谈过几次恋爱但我都有保护好姿子 而听到罗亚西突然的深情告白灵芯这才恍然大悟 因为罗亚西对灵芯的好感度听过了九十点 那就证明她已经爱上了灵芯 但此刻即将到手的肉却没理由不吃 这时伴随着罗亚西的一声娇和 灵芯在征求了她的意见后 刚准备把罗亚西扑倒却被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惊醒 而声音的来源正是她的室友周同 时听啪的一声脆响 周同的女友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吼了起来 出门询问情况后这才了解她 原来是女友陈娜娜相中了一套八千元的护肤品 因为周同没钱买这才生气出走 这时身后跟出来的罗亚西却表示 陈娜娜最近刚交了个友情男人 而消息是从他们的姐妹群传出来的肯定没有 听到这里为了安慰周同 灵芯便决定帮她一把 紧接着便吩咐周同先允诺陈娜娜 而后又让罗亚西去姐妹群调查那小白脸的情况 我们今天就看看她陈娜娜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男人因为得罪了人难过到开玩房都没办法打枪 但往往事情的转机都会出现在一瞬间 所以就在她打开电话争取到的机会后 那一股脑的兴奋甚至比一瓶伟哥都管他 这是一个包含了所有岩浆市富二代的微信群 而今天群里唯一一个亿万神豪竟发消息想借个商场 但让冯碧莲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利用了银乐广场的地理优势拖椅子 而为了进一步缓解两人的关系 冯碧莲便直接带着女友找到了灵芯 可她女友怎么也没想到冯碧莲口中的亿万神豪 会是眼前这个穿着极为普通吃着地摊饭的大学生 经过一番谋划后画面来到银乐广场 此刻周童已经按照约定将女友陈娜娜约到了广场能保 另一边罗亚西也按照计划把小白脸同样约到了银乐广场 而在两人见面的一刹那果然被现场抓爆 但让周童更为气愤的还是女友近劈腿的一个中年大叔 见奸情败露陈娜娜索性也不再隐瞒 表示自己不想跟着她过苦日子今天便正式分手了 这时就在大叔利用商场VAP的身份要求保安赶走周童时 伴随着一道轰鸣声传来 冯碧莲就这样装逼登场了 而大叔显然也注意到了冯碧莲 可就在其刚想上前握手打招呼时 不料冯碧莲竟直接忽略了她对着周童拥抱了去 就连冯碧莲的女友也演起了戏 意味在周童身上后还不忘调侃陈娜 就你这种货色也配让周总为你花钱 而此刻周童也明白了这都是室友灵星为她筹划的一场大戏 索性变异不做二步休养的下去 而就在大叔准备暗自咽下苦果时 却万万没想到对于他的惩罚还远不止这些 随着一辆辆豪车都停在了大叔面前 让他震惊地莫过于下来的人 竟全部都是岩江市各行各业的富二代 而且目标还都是情人的男友周童 至此一代岩江市建材大亨 就这样被剥夺市场宣布了死刑 事后灵星为了感谢众人帮忙 便决定请客去了营阅广场顶楼酒吧消费 然而宴会上却唯有一人一知不言一语 他就是蒋家千金蒋西岩 只见他突然起身向前走去 紧接着便来到灵星身旁 请求他可否投资给自己 而伴随着蒋西岩的出现 新的系统逆袭任务也同时获得刷新 当蒋西岩对宿主的好感度高于90点后 系统将自动返还花费在他身上的 10%逆袭金作为宿主个人财务 因此在面对蒋西岩想要研发工业芯片的提议后 灵星根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并且一出手就是武艺 还扬言如果不够随时找他来要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此时健身房里蒋西岩正和闺蜜夏宇轩聊着投资的事 而就在蒋西岩表着决心定要研发成功时 电话另一端夏宇轩的母亲突然走的路 表示一会要来博物馆的是曹家淘宫的 为了我们博物馆的前途 你定要和他亲近一些知道吗 两次笑花宫廷竞争抢夺男友 不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美女主播上演校园飙车拯救榜一大哥 你信不信这腿我连完三天都不带泄起来 就在刚刚室友因发烧不能去兼职 便拜托林兴去顶一天博物馆保安的办 而林兴刚到岗位便欣赏了一处亲户卖女的好戏 因为博物馆资金链断裂急需融资 为此馆长特地邀请到了陶公子来投资 而曹公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迎娶馆之女夏宇轩 随即在父母的威逼力右下 夏宇轩颤抖着就要在合同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时 碧王灵星突然闪亮登场 直接将合同一把撕毁 我出十亿 这个博物馆我买了 这看似吹牛逼的行为顿时让众人都愣住 直到灵星真的刷出了十亿现金 几人这才相信眼前的保安原来是来真的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因为昨晚灵星和夏宇轩通宵畅谈没怎么睡觉 以至于弄出了两个黑眼圈顶着疲倦来上课 而当罗亚西和刘依成看到后竟同时来到了灵星身边 缺少睡眠可不好不如直接翘课去我家休息吧 我说罗亚西你能别出馊主意吗 灵星等下我坐你旁边 这样你就可以整着我的腿休息还不耽误听课 而见到刘依成死性不改灵星刚想出言呵斥 不料刘依成竟开始当众表白起来 我明白之前我做错了很多事才弄丢了 但如今我只想痛改前非加倍爱你 三年前你曾亲手做了999个纸贺将我追到手 如今请收下我为你做的专属纸贺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这时幸好上课铃声及时传出 才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争 然而即便是下课后两女却仍对着灵星不依不容 索性查查及时感到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我们这个姿势是不是有点太奇葩了 但该说不说这大腿躺上去确实得硬 另一边刘依成眼看着灵星被陌生女子抢走 这接二连三出现的情敌让她直接痛下决心 我可是灵星的前女友对她的喜好一清二楚 灵星咱们走着瞧 你只能是我的 这时伴随着刘依成对灵星的好感度超过90点 之前为其花费的80万逆袭金的10% 也同时进入了灵星的个人账户中 在身体全属性全面升级后 奖励技能三选一的界面变谈了出来 但可能是因为花费的逆袭金太少导致奖励都是低级比 所以灵星便排除了两个鸡类选择了游泳精通 然而灵星的种种作为却被有心人看在眼 此人便是岩浆大学学生会会长位正康 接二连三的美女环绕让她极度新倍增 随即便以学生会会长的身份 对灵星扰乱校园风气做出了处分 而惩罚就是让灵星清洁一个学期的游泳池垃圾 但这惩罚在灵星看来却是变相的假 毕竟游泳区域内可遍地都是衣着暴露的小姐姐 很多男同学来学游泳都是为她而来 但她都置之不理 唯独却相中了一个做宝洁的男孩 原来就在刚刚小鱼正进行着潜水训练 不料左腿竟然抽筋了 而在外人看来小鱼可能是在练习某种技术动作 但实际上此刻她已经命悬一线 幸好这一幕被灵星察觉到 只见她扔下拖把突然跳进游泳池 下一秒便把系统刚刚讲历的游泳精通展现的淋漓尽致 眨眼间便来到了小鱼溺水的地方 可即便自己溺水了面对陌生男子的抚摸 小鱼还是本能地挣扎起来 直到确认了灵星并无恶意这才安静下来 被救上岸后两人都以惊疲力尽 然而面对灵星善意的询问 小鱼静面色红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在场的众多见证者却没闲着 灵星建议勇为的事件很快便被发布到了网上 而此刻最为愤怒的莫属于学生会会长本人 灵星你等着 我要让你彻底完蛋 几天后画面来到校园舞会现场 小鱼本想寻找灵星来为她就自己而道谢 顺便要个联系方式 不曾想刘一诚却提前一步找到了她 我是灵星的女友刘一诚 我家灵星就是为人善良爱帮助人 所以说就你也是随手帮忙而已 你就不用找她道谢了 今晚她忙着和我约会那劝你 还是尽早离开吧 这阴森一幕下的小鱼紧忙转身向着外面跑去 而此时还在路上的灵星 还不知道一场专门为她准备的大戏即将上 此刻她正看着手机中班长 邀请她来参加舞会的消息 不料危险已然将至 黑暗中一道陌生身影 拿着板砖突然对着灵星砸去 不料砸到的却是一道残影 随着咔的一声脆响 自己的脑袋竟反被磕在了地上 原来这小子是小鱼的狂热追求者 听说泳池救人的那一幕 极恨之心被增裁来暗算灵星 我说哥们救你这种选手还是死了心吗 垃圾就该扔在垃圾场才对 此时另外一边校园舞会正在进行中 见到灵星步入会场 罗亚西紧忙抢先一步邀请灵星跳舞 两人的绝美的舞姿瞬间 便成为了全场焦点 这时只见学生会会长魏正棠 突然拿着酒杯找到灵星 我听说了你泳池救人的壮举 今天我代表所有学生敬你一杯 而目光在酒杯上停留片刻后 灵星便没有迟疑当众一口喝了下去 紧接着会长在露出一副邪恶嘴脸后 便邀请灵星单独去会议室谈话 而在两人到达会议室后 打开门竟发现小鱼正面色红润的昏睡在沙发上 灵星当想上前查看情谋 摇摇晃晃监镜也昏了过去 视频监控已准备就绪 灵星这次你就好好享受 没要带点你的快胆吧 不久后魏正堂便来到了大厅荧幕中央 因为灵星同学希望通过荧幕发表的 所以大家请鼓掌欢迎他现在来讲话 就在这时荧幕里突然传来一阵阵羞羞的声音 下一秒沙发上两个赤身裸腿身影 便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天哪这灵星到底在干什么 这可是直播要猥琐难真的太恶心了 看着群情激昂的众多学生们 魏正堂刚想因他们所求去当场捉监 不料却被一道笑声突然打断 我就是上了个厕所 你们嚷嚷着让谁退学呢 学长给学弟喝了一杯带有魅药的酒 只为陷害男孩侮辱女同学使其身败名利 一幕幕羞羞的画面被监控全部揽收在内 不曾想男孩竟然离猫换太子 就在十分钟前 灵星假装药性发作昏了过去 在魏正堂走后便利用被动技能解除了魅药效果 但每次使用技能都会伴有12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可小鱼显然短时间内不会苏醒 所以灵星便把他放到了女厕所里来躲避追踪 紧接着他又找到了刚刚想暗算他的人 在为其喝下剩余的魅药后 一场他与冲气娃娃的战斗便开始上演了 画面回到委会现场 见到灵星镜突然出现魏正堂本龙的喊了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你躺在小鱼身上 可话音刚落他便意识到自己说漏了走 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魏正堂身上时 只见教导主任突然冲进了会场 表示身为一个普通学生竟敢当面质疑学生会会场 魏正堂兴许只是认错人了很奇怪吗 这时见到孙主任突然出现一群学生会会员竟又开始集体发声 让灵星退学的声音瞬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灵星早就知道孙主任已被魏正堂收 因此他的后手便是请来了沿江大学校长的清零现场 而校长刚出现第一件事就是给了孙主任一本账 魏正堂收买孙主任的行径破坏了学校声誉 我现在就宣布给予两人退学和开除的处罚 不久后灵星来到了女厕所本想带着小鱼先离开 这时厕所外突然伸进来一只手巷里面喷了几下遗物 下一秒失去被动技能的灵星便在刘亦诚亲眼目的吓昏了过去 紧接着只见刘亦诚突然坐在灵星腿上并撕碎了你 目光微柔地看向灵星 竟然直接来了的女少卫上演一件大戏 又一时还不忘看向小鱼嘲讽他 睁大眼睛看清楚灵星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将永远得不到他 就在这时昏睡的灵星竟突然将刘亦诚抱起 调转方向间 直接利用动物本门开始了主动出击 等他再次苏醒时 看到眼前的一幕已经懵逼了 直到发现了地上的迷药这才反应过来 这封女人竟然利用我解百毒技能冷却适应我 非得给你留点教训不可 这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是船总邀请他去参加游艇派对 因为刚被侮辱想散散心灵星便答应了邀约 舞会结束灵星回家路上偶遇了一个女孩被欺负 可仔细听了几句便发现了女孩乃是封尘女子 但显然看女孩的态度此刻是不愿意 本着日行一善的宗旨 他便喊住了几个精神小伙 然而看着灵星单枪匹马想英雄救命 几个精神小伙根本没犹豫挥舞着拳头冲他起来 而就在女孩准备出言阻止时 除了灵星三下午除二就将几人解决了 这时就在女孩蹲下查看几人伤势的一刹了 系统任务提示声突然传出 检测到高颜值女性开启逆袭任务 但由于沈澳东封成女子的打扮 灵星就没有打算去做她的任务 听我拒劝找份正解工作吧 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说完便离开了现场 可让灵星没想到的是她前脚刚走 沈澳东便一脚踩在了精神小伙的头上 嫌疑人已被制服通知四组准备收网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夜晚时分 船总在将灵星送到邮轮上后就有事先离开了 而第一次面对如此奢靡的场合 灵星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下手 索性先去喝一杯饮品缓缓 心情后再说 没想到竟再次碰到了出任务 伪装成服务生的神警官 换工作了吗 做服务员挺好的 最起码比你之前的工作有钱的 然而灵星话还没说完就被突然打断 随即只见沈澳东被叫到了黄毛男生前 我今天想玩点不一样的制服又或者不错 钱拿走你过来好好服务我听到了吗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 我们这里不提供特殊服务 妈的你个服务员也敢顶撞我 我不是服务员是船总让我来玩的 而听到灵星回话众人竟突然笑了起来 为首的金总更是扬言连邀请函都没有 还说是船总邀请 现在你们要是不跪下给我道歉 我就教教你什么才是有钱人的游戏规復 男人受邀参加邮轮宴会遭质疑 恰巧宴会主人电话无法接通 穷逼要不你把邮轮买下来吧 这样就不用你下跪道歉我们一起给你跪 可黑老大万万没想到男人进一口答应 并立刻叫来船长 随便开个架 今天你们不下跪就是我儿子 然而就在即将签订合同时 灵星却停了下来 这刚大的一幕顿时惹得在场 所有人嘲笑出声 但灵星却没在意只是表示自他签不了 是因为要签字的另有其人 卡我刷自他签 这船我送给他 这逼装的刹内间让众人都懵了 唯独逼王灵星一人独醒询问这女孩叫什么 活后伴随着刷卡成功四个字传出 众人这才明白自己刚刚忍了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时只见黑老大身旁突然冒出个人 紧接着他便躬身以缅电生意为酬劳请他做主 而面对这极致诱惑那人自然没有拒绝的理 陨落后便向着灵星走去 我叫韩彪 道上的人都称我为韩老大 这位少爷怎么称我 我姓林 听完灵星回答 韩彪本想的邀请他赌两把却被灵星一口味觉 就连沈澳东也出言提起灵星此人 爱出老千不要和他赌 不曾想话音刚落灵星瞬间双眼冒光 立刻叫住了韩彪还表示赢不赶保 输却有决心 紧接着还提议让沈澳东帮他码牌 想着如果输二十亿就能反现两一时间竟笑出了手 而由于沈澳东还不想暴露自己警察的身份 所以只能听从灵星的吩咐做到了赌桌前 随后事情果然如他所愿 可就在灵星当把兑换的二十亿筹码输掉时 还想继续做任务的他竟被沈澳东一把薅住了锅里 拽到屋外后直接将其壁东再抢了 疯了吧 我都说了韩彪是赌桌高手 就算再有钱也不能如此任性 那个发牌女郎就是他的拖 桌子下自带感应器 所以你根本无法赢懂了吗 然而面对沈澳东的劝解 灵星却显得异常洒脱 好那就听你的我们不玩了 我这就带你回去教训一下这帮赌桌 而当灵星再次回到赌桌前 便突然把手放在了桌子上 下一秒半随着一到三等级内力爆发间 结束发力后便把手收了回来 这把我们玩个大的 咱俩一人出十一局定胜负 你看如何 话音刚落只见韩彪根本没犹豫 便把筹码推了出去 失去了反应 可是到如今韩彪只能硬着头皮 选择赌赌赌赌运气 不曾想竟然还真的输给了灵星 而就在韩彪起身暴怒的同时 一群警察直接破门而入 将以韩彪为首的一众匪徒带在口 卧底沈澳东便开始四处张望 搜寻着那道身影 可他却想不到灵星早已逃之夭夭 生怕自己也因赌国被抓 与此同时在沿江大学女生宿舍内 此刻罗亚西正盯着手机埋怨灵星不理他 这时只见刘一诚步履蹒跚地走了 坐在椅子上便开始捣鼓着累死了累死了 诚诚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被人来傻了一样 都怪那灵星 没想到他平时思思文文地干那事 竟然猛如豪牛 而且还要角色扮演 你看看他给我弄了 而起初还不相信的罗亚西 在看到了手掌印后直接沉没 警戒着都没有换衣服便向着门外跑去 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男生宿舍门口 此时罗亚西也明白 如果刘一诚说的是真的 再不主动出击的话 定会失去主动权 可他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异性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等到整夜未归的灵星 而在罗亚西看到灵星后 竟直接扑了上去 随后便灵光一闪甲装晕了过去 见此情形灵星也只能将他抱起送回了家 不久后灵星将罗亚西安顿好 刚想起身离开 不料竟被罗亚西突然一把抓住 看你神情是不是这几天累坏了 我给你按个膜吧 紧接着根本没给灵星拒绝的机会 罗亚西便把灵星骑在了身下 而这久违的舒适感 也让灵星迷迷糊糊的沉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间已经来到笑 看着手机内车总发来的 让自己取车的消息 索性客也不去上了 先看看车再说吧 车展豪车千千万 各种车模式真好看 就连老外也来寻求艳遇 可颜值再帅终究 还是抵不过钞票的吸引力 就比如眼前这个 让销售顾问扔下老外不管的人 正是连车展老板女儿和经理 都要时刻陪伴左右的富豪史蒂 看着身旁经理尚赶子 追附加千斤的好戏 灵星也没想那么多 只是要了杯水喝 没想到这车展有吃有喝 还真是不错 就连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都是免费的 可看着灵星群屌丝的模样 服务生根本没想搭理 他表示冰淇淋没有了不好意思 但让灵星没想到的是 他前早刚想转身离开 面对老外的要求 服务生竟无中生有 乖乖地把冰淇淋递了过去 并且不只是针对他 任何华人去索取 都会被敷衍了事 这有色眼睛带的顿时 让灵星火冒三丈 我和这三个女生 要冰淇淋就没有 而老外要就有 怎么你们的冰淇淋 还要看人种 面对询问 起初服务生还算礼貌 只是微笑表达着歉意 随后看着灵星 没有打算停止的意思 便瞬间变了负嘴脸 这时不远处的史蒂芬 几人也听到了争吵声 为了彰显男人本色 徐坤便自造愤勇否过去 有什么问题吗 人家外国人有钱你有吗 见此情形灵星也明白多说无意 随即直接亮出了 代表身份的钻石VIP卡 现在能安静地听人说话了吗 话音当落只见 车梦云突然跑过来 抱住了灵星 表示他爸说了 你可是重要嘉宾 等会剪彩还要占C位呢 随后听着自我介绍 灵星才知道 车梦云是车主的女 而为表成 一车梦云直接当众训斥了徐坤 并且还让他当场 将这两名戴有色眼镜的服务生 给予开除处分 看着灵星仍然不高兴的样子 车梦云甚至提出建议 如果还没消气 可以让保安打他们一顿 再将气轰走 见状灵星紧忙阻止了他的建议 随后两名服务员 便紧忙屁颠屁颠地 向着远处逃出 网络神豪宠的只剩钱 亮相车展影的美女旁观 情敌一路之下 打来大佬激起 双方财富批评大战 钱总是吧 我叫史蒂芬 听说你家财万贯 灰金如土 我怎么就感觉 有一股庞氏骗局的味道呢 这陌生词汇 顿时惹的灵星一脸问号 直到听着车梦云解释才明白 这老外竟然说 他骗人投资 以空手套白狼发家 此话一出 就连观众都对灵星产生了怀疑 可灵星却丝毫 没有在意别人的看法 情急之下 史蒂芬只能把枪口对准的 三位女生说 他们就是灵星的妥 这一下也彻底将灵星激怒了 史蒂芬是吧 今天我就陪你玩玩 而彼士的内容很简单 只要灵星能够证明 他比史蒂芬有钱就行 听到这里观众们 不由地想到了 史蒂芬魔督五大汽车 经销商之一的尊贵身份 可灵星却没管那么多 只是叮嘱史蒂芬 如果输了 别忘记承认自己 专门割华国人韭菜就行 面对这极度侮辱的赌约 史蒂芬也没有废话 直接当场免费 送了一辆价值1000万的豪车 给陌生路人 然而因为史蒂芬 汽车经销商的身份 车梦云本想替灵星名不平 不料却被灵星突然打断 车总展区内的2000万超跑不错 就送给这三位女生 一人一辆 以安慰他们被污蔑的精神伤害吧 这一出手便是6000万的行为 再次刷新了众人对土豪的认知 而随着三辆车被送出 两人送车比拼财富的游戏 也渐渐被推向了高潮 一直到助理提醒史蒂芬 已经亏了几千万 他这才停了下来 但看着灵星那副嚣张嘴脸 他又狠了狠气 直接把压箱底的 4000万限量款跑车 摆上了货架 见此情形 灵星刚想转身向远处走去 却被史蒂芬嘲讽的 怎么了想跑吗 要是你找不到 与其匹配的车 就算你书听明白了吗 而因为整个车展 似乎只有这一个 在受限量款超跑 对此众人都已经对灵星怕得死心 不曾想灵星 竟然走到了一辆 专门用来展览的牢丝来撕跟铁 这尴尬一幕 顿时惹得史蒂芬 开始大声嘲笑 那时展览用的 不对外出卖你个 炒种快点认输吧 这时只见车总 突然从人群中杀了出来 真不好意思 未经您的同意 就把车摆在了展区 您现在要试车吗 话音刚落 听着灵星的回答史蒂芬 再也忍受不住 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不用试了我信得过你 而且这车 我已经临时决定 就送给孟云当见面里 好赌气消费 8000万送好车 只为博得陌生美女一向 认赌服输老外甘拜下风 只是赌约太重一时间 竟难以开口 可面对众人见证压力太大 他不得不履行赌约 我就是个黑心企业家 爱歌华国人的韭菜 奉劝大家不要 重阳内外警方上当受骗 这时面对着真话 从无耻汽车经销商的口风说出 惹得已经购买过 外国品牌汽车的同胞 瞬间暴露红仇敌看 而主人公灵星 本想装个逼演讲一番 却被一阵手机铃声打断 但车梦云面色红润间 势必要抓住这次机会 铃星哥哥我能不能约你去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铃星已经离开了现场 气得他恨自己优柔寡断 直接对着轻哥就是一举 不久后只见铃星 站在原地四处张望 而他的目标正是 刚刚接受他投资的创业者 严宝 真不好意思学校 要求大四学生 出示实习证明 所以才想到麻烦 你得介绍个工作 而严宝本想给铃星高星 做管理层 却被一口围剧 并表示他只要做个底层员工就行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公司将有新员工入职的消息 令所有人都在绞首一盘 尤其是主管游武 听说的其中一个是总裁介绍 更是一马当先 势必要抢先一步抓住这里跳的 可他乱乱没想到自己开局就输了 看着许文盲戴着劳力士手表 便认定了他就是总裁推荐的 可实际上许文盲 只是有个身居公司高层的爹 报表交给了铃星 但却只给了许文盲一本超多的报表 见状铃星本想出演表达疑惑不如 然而却被一句领导安排四个字给掖了回去 并且过分的还在后面 听到许文盲有问题 游武紧盲走上了起来 而且还时不时的利用他 窑窍的身姿勾引着许文盲 最气人的是 当铃星加班才把报表弄完上架 这女人竟直接当着铃星的面 把劳动成果给了许文盲 是可忍熟不可忍 看着游武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你就不怕你的样子被总裁看到了 算了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住 这副桀骜不逊的样子 画面一转下班时间 此时许文盲正邀请着游武共进晚餐 见状游武自然不能错过 和他再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就在他原地等待许文盲开车接他时 看到铃星赶来还以为他要献殷勤 表示不要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 以这个样子做我备胎都嫌脏 不曾想话音刚落 铃星镜根本没理 他只是将电瓶车取得出来 这时恰巧许文盲开着跑车赶来游武 便再次发起了攻势 想你这辈子也没做过抄跑 这次看到我的面子上 就让文盲烧你一顿过过英文了 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铃星便一脚游门突然加速冲了出去 顺势也把挡路的游武撞了个四仰八叉 他喵得铃星给我下脚办事 要是不把你赶住公司我都不信了 来原降着老八十公司高层 就想欺负新来的员工给他穿小鞋 要求他单独一组三天内雕出方案 成了奖励八十万不成就要被刺穿 可本想着铃星会因此苦恼 不料他却显得一场淡定 甚至在大家都选择每天加班赶方案时 他都踩着点准时下班 原来因为系统曾奖励他智力超群属性 完全一个方案自然不在话下 但对铃星身怀怨恨的组长游武 却以为他在故意摆满 直到利用铃星上厕所的功夫 偷看了电脑上已经做完的方案 这才缓了大物 那对产品的精准度 以及切入角度都令有武为之赞叹 但同时他也明白 如果让铃星把这套方案提交上去 讲精彩 不会归他 随即在铃星回来时 便利用组长权利 让他在汇报前先去打扫会议室 随后再把铃星的方案 全部复制粘贴到了自己的电脑上 又提前把签约商约到了闭会议室内 然而专心演讲复制版方案的许文盲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却看到了方案归属 您忘记修改 所幸签约商此刻 正与他老爸商谈 这才躲过一劫 而后再听说了 许文盲乃是麻省理工毕业之后 签约商更是给出了他极高的评价 表示方案一点问题 都没有现在就可以签合约 不曾想就在即将落笔时 铃星突然闯了进来 你们盗窃别人的方案 还把我骗去 别的会议室还真是不要脸 而见到事情即将败露 许文盲老爹突然集中生智 表示他的手表丢了 要去检查铃星的工位 紧接着便开始偷梁 换住冤枉 灵星就是偷盗贼 转移事件注意力 你们挺会玩啊 可即便听到了灵星的嘲讽 许文盲老爹 却还是不怒反省 意思很明显 我们就是栽赃嫁祸 你能带我了 这时听闻灵星居然偷东西 同事们便开始了 对他的语言攻击 见状许文盲老爹 紧盲顺藤摸挂 叫来保安就要把灵星插出去 这时伴着一道怒喝声传来 先是总裁秘书的身影 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 随后总裁便闪亮登场 见此情形 许文盲老爹紧盲又换了一副嘴脸 叫人赶快去泡一壶龙井茶 再拿把椅子给蒋总走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蒋总竟然连签约商都没理 只是对着灵星走去 随后更是在大家的震惊中 将灵星推到了椅子上 亲自为其奉茶 而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 因为茶太烫 灵星只是略微地有所表示 蒋总便开始在大庭广动之下 亲自用嘴想把茶吹凉 直到温度是一看到 灵星喝下去后 才露出了解脱笑容 起身先是给了秘书一个眼神 下一秒看着秘书走来 许大志这才意识到 灵星就是传说中 被总裁安排进来 而作为职场老油条的 他此刻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跪下承认透明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从秘书口中得知 灵星就是在外面 赫赫有名的钱 投资了五个亿 也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补充 意外神豪体验生活 除身份引来 无数员工围观追逃 就连霸道女总裁也不在话下 为了讨好关系 不停将曾欺负 她的主管员工全部开展 甚至还化身 小鸟一人的模样 亲自带灵星去办公室 私下展示研发成统 然而由于灵星在数据 和代码领域完全是个小鸟 可又不想在蒋西岩的面前丢脸 随即只能假装明白 而且为了鼓励蒋西岩 继续搞研发 还追加了武艺投资 见此情形 蒋西岩本想扭动一下身躯 对灵星撒娇表示感谢 除了用力过猛发生了意外 以一种极为刚大的姿势 卡在了影子灵星 而当灵星看到眼前 一幕不禁让她联想起了 曾经看过的影片 一部隶属于国外的种子资源 每当到了女主被卡住的情节时 才是影片高潮的拍摄 然而也是第一次亲身目睹 这种情况的她 还是显然有点措手不足 一时间只能想到 先将蒋西岩拉出来 却已查了疼痛声音声传统 而当门外的秘书听到声响后 本能的反应便是敲门 询问是否要她进去帮忙 但由于蒋西岩碍于总裁颜面 只能否定了她的请求 为此灵星便集中生智想到了一招 那便是将她连椅子一起抱起 先放到沙发上换个姿势再试试 随后伴着一道极度诱惑的声音传出 灵星也不负重望 终于将椅子和蒋西岩分散而开 紧接着因为裙子 被椅子破坏露出的春色一幕 便映入了灵星的视野中 见状灵星紧忙提醒了蒋西岩换衣服 随即两人便来到了 隐藏在办公室内的衣帽间 然后更是在蒋西岩的要求下 为她挑选了一件衣服 这才被赶出了衣帽间 然而在透过窗户 见到里面那若隐若现的声音 相信是的男的都会走不动到她 而灵星也不例外 直接搬个小凳开始正面心事 就在她看的正路神 突然被蒋西岩的发言吓了一条 灵星我想正式和你说声谢谢 其实我的家族 根本不同意我出来创业 只有你愿意无条件相信 并且还投了十亿给我 我发誓绝对不会让你的投资亏损 然而她可能根本想不到 灵星还巴不得她亏损 因为只有这样 她才能投更多的钱进去 到时候系统返还给她的 可听到灵星让自己使劲花 不够在钥匙 蒋西岩误以为 灵星是让她坚定信息 导致对灵星的好感度 瞬间飙升到了52年 灵星我换好了 请你吃晚饭可以吗 两人只是在人群中对视了一眼 造孽啊 往日高高在上的女神总裁 竟主动提议去酒店开房 都杀了都杀了 然而即便是蒋西岩有心 灵星却没想那么多 如此身世举动 更是让蒋西岩对灵星的好感度 飙升至了77个度 以至于饭后回到家 还特意和闺蜜醒来 我们的傲娇总裁大人终于动心了呀 然而面对宇轩的调报 蒋西岩一时间竟害羞起来开始反击 你明天不是要和你的高中同学 去矮自驳吗 都这个时候了 是激动的睡不着觉了 听到这里 宇轩紧忙解释称两人只是同学关系 紧接着又想到了什么 便红着脸挂断了电话 想着自己第一次出国 竟然是和灵星一起 总感觉像是去约会 而不是去办公呢 时间线来到第二天一早 位于矮自国的领事宝中 下人正对着归田会长汇报工作 表示资金已经准备充足 足够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 买下任何东西 而在听说了灵星 还真的敢去矮自国参加拍卖会 归田会长便下定决心 定要灵星有来无回 十天后在飞往矮自国的飞机上 看着闷头不语的宇轩 灵星还以为 她是因为自己忘记买票 只能坐经济舱而生气 不曾想宇轩 其实是因为听说了 归田会长也会去拍卖会 而为了她的担心 直到看着信心满满的灵星 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只见过道上一个小男孩 突然开始吵到乱跑 并在宇轩的位置上停下了脚 紧接着便来到了 宇轩的后座上 开始又踢又撞 而宇轩本想着回头 提示小男孩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想到男孩竟然语出惊人 小小年纪出口 就表示要看一下宇轩的裤衩 开肯罢休 听到这里面色红润的宇轩 自然没答应 可男孩却变本加厉 直接来到正面 还把宇轩的手机撞飞 气得灵星就要出手管制 却被宇轩拦住了去路 才肯作罢 就是太善良了 这样的熊孩子 现在不管长大后会更可怕 然而话音刚落 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男孩竟然杀了个回马枪 并且这次是有目的性地 勾住了宇轩的裙紧 在用力向后撕扯间 只听刺拉一声 男孩便带着被撕坏的裙子 阴声倒闭 小鼻崽子你真是欠教育啊 而听到了灵星的怒骂声 男孩更是吓得直接哭出了声 宝宝你怎么了 告诉妈妈谁欺负你 孩子飞机上耍流氓跑步被抓 家长却过分溺爱反咬一口 这个骚杯 穿得露胳膊露腿的 不就是准备让人耍流氓的吗 而听着女人说出如此过分的话 温柔如夏宇轩这样的人 都气得开始反击 可女人一看就是经常说别人 特别有经验的那种 只见她先是假装捂住了 熊孩子的眼睛 告诉孩子非理无事 而后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示 就因为有夏宇轩这种不知脸色 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我说怎么有这么个小逼仔子 原来她妈已经没素质到 不要脸的程度 还真把我们华国人的脸丢尽 而见到突然展现 强硬态度的灵芯 女人自知理亏 但还是扬言要找空存 将俩人扔下飞机 胡料此话正合了灵芯心意 紧忙让女人快去快去 随即还不忘安慰夏宇轩不要怕 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的 社会垃圾而已 这时女人见自己的话 没能吓不住灵芯 一时间竟又开始埋态 她穷逼只配坐经济舱 一辈子起过来 胡料又触发重怒开始 和经济舱的人大吵起来 见此情形 灵芯只能无奈地主动联系空姐 因为又补了五层装 遭到同事嘲讽 而见到春姐拿着点心 她便起身拦住了去 表示里面的费总是我的菜 谁也别想抢走 这时见到负责经济舱的小方 也走了进来 更是惹得小赢心头一挤 但由于不敢吵到费总 她还是忍住了情绪没有发表 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眼中的岩浆市 卖飞机的富二代费总 也在想办法讨好那神秘的情形 而由于闹事的大妈 是头等舱的城堂 所以负责头等舱 事宜的小赢只能无奈 放下费总前去平视 你好客人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位大妈不好好 在头等舱待着 跑来这里闹事影响我们休息 而见到夏雨萱 竟然选择主动出击 林欣不免为她的勇敢 竖出了大五指 但大妈却不甘示弱 直接亮出了 岩浆好运集团 董事长夫人的身子 让小赢自己选择信谁 不曾想习惯了 屈炎附势的小赢 竟然真的替大妈开始报告 这下也彻底点燃了 林欣的怒骨 就在这时费总 突然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中 见状小赢紧忙抓住机会 俯下身展示服务 顺便亮一下自己的胸起 这时只见大妈又坏了副嘴脸 真不好意思吵到了你 我们曾在岩浆酒会上 见过面不知您还有印象吗 做完自我介绍后 还不忘偏过头解释原因 就是这对狗男女在闹事 我劝了但没办法 他们这种低等人 就是不听话 可就在众人都以为 费总会给林欣好看时 不曾想费总竟学起了小 公身双手紧握 林欣开始展示谦卑形态 钱总是我呀 我是那个太子千金群里 名字就叫只是个卖飞机 我尼玛这又是个什么情报 副一代为了巴结一个副二代 竟主动让出头等舱的位置 就连听说了她不爱看某个父母 都脱关系让航空公司 永久将其拉黑纸围绕了消气 见识不妙那刚刚还很强势的 妇竟又换了一副嘴脸 拖着孩子开始满地打鬼怨恨 林欣欺负孤儿寡母 让大家平平 直到费总扬言 要让母子落地接受治安 传客们便开始鼓起潮 纷纷表示干得漂亮 这种人渣就该接受 飞机降落后 看着母子被警察带走 林欣子算是出了一股恶气 随后听到费总问话 林欣也诚实回答了她 自己是为了两天后的拍卖会人 听到这里费总面色突然一紧 表示听说归田贱人 也要参加拍卖会 劝林欣一定要小心 这个矮资国的财法 因为此人心胸狭隘 为了获取文物不得手段 甚至出现过雇佣忍者和杀手 通过刺杀来达到目的 话音当落 夏宇轩已然 林拜勒当初曹骏 就是利用激将法 想让林欣步入圈套 可面对夏宇轩的担忧 林欣却显得信心满满 因为此行不仅是为了 狂刷逆袭金狠狠赚上一名 而且他也要势必将那些 流放到海外的华国文物回家 然而他可能万万没想到 自己才刚下飞机 就已经被人暗中盯上 只见一名粉发美女 双眼威宁间回想起了几天前 他接到的任务目标 便是对付今日落地的 华国亿万神号 紧接着女人 先是对着对奖机说了什么 下一秒便发现 林欣正打算离开团体 准备单独去买水 面对如此好的下手机会 他果断带上了 能令人眩晕的影无剑 只要拍在林欣后背上 效果马上便会展现 然而接下来出现的一幕幕 竟让女人打起了退堂幕 只见林欣因为商店卖的水太贵 竟然选择了免费的饮用水盒 之后听说了费总 被夏宇轩支走先行离开 本想着打车去往目的地 又因为打车费太贵 选择带着夏宇轩坐上了公交车 就连到了酒店办理入主 为了使用优惠卷 都和前台末计了两个小时 穷逼吝啬贪小便宜 林欣的种种行为 顿时让女人 把她误认成了夏宇轩的主 但要想找到她的目标 华国亿万神号 女人还是不得不将目光 转向了这个被她认成 小助理名样的林欣身上 这大神正要五杀 却被一阵敲门声突然打断 有脏话到嘴边 竟又被她咽了位置 指一口外站着的 乃是一个三十六地美少人 女人自称是酒店服务员 特地为林欣来送晚餐 而且还非要看着林欣吃完 才可离开 而再察觉到了食物有问题 被动技能解百毒 便已发动解除了全部毒素 但让林欣吃惊的是毒素 乃是军方特供 所以她便认定了 女人可能就是 归田派来的杀手 随即她便决定将地就地 就地表演了一出 毒素发作的形态 没想到女人 竟然真的相信了 林欣那拙劣的眼睛 想趁着药效发作 询问林欣来自华国的富豪 现在是 这时伴着系统声音传出 密西任务目标 摘腾冤鸟的界面 便映入了眼前 看着冤鸟对林欣的好感度 还是附手 但却丝毫没能影响 林欣表演的预理 只见她假装 血运间目光 一直锁定在冤鸟胸口 而被一直盯着的冤鸟 也只是慌乱了几秒 杀手本能便体现而出 顺势开始利用美人计 来寻求答案 不曾想林欣却左右而言 她 我现在饿了 如果你能坐我腿上 喂我吃饱 我就告诉你答案 不料冤鸟竟也丝毫没客气 表示你的小助理要求还挺多 来吧 身为矮子国女子的觉悟 我是有的 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啥姿势你挑就行 那个富豪说了 只有在拍卖会开始的那一天 才会出现 听到答复后 只见鸟鸟先是一栋身躯 没这么姿势 随后又俯下身躯 轻声告诉灵芯好气开场 下一秒便突然用双腿 夹住了灵芯的脑袋力量 瞬间爆发 直到看见了灵芯双眼翻白 这才停止了夹击 抱歉小助理 等你睡醒了第二天 就会什么都不记得 说了便起身踹门而出 好啊你个小龟田贱人 拍卖会没开始 你就迫不及待对付 这次拍卖会 我还真是越来越期待了呢 画面来到拍卖会当天 伴着一众矮子 国观众的欢呼声 龟田见人带领着手下 便步入了会场 这时鸟鸟本想提议 自己埋伏在门口 那华国富豪进门 就动手暗杀 不料却被龟田一口围绝 表示这缩头乌龟 躲躲藏旁 气势上他已经输了 听到这里鸟鸟 还想着顺便埋太一下 昨天那个小妇女 这时跟随着身旁 人手指的方向 他也懵逼了 原来他一直被 灵星玩弄于鼓掌之间 那个小助理 就是灵星本尊 见状龟田也明白 此时惩罚鸟鸟 已经为时已晚 只能硬着头皮 和灵星开始第一次交锋 性灵的你敢来 这很有勇气啊 但劝你在龟田会长面前 还是低调点好 我哪里敢在 贱人先生面前放肆 我是小辈 还请贱人先生先请入场 希望等下 灵先生不要让我失望啊 放心 保证让你大吃一惊 你是矮子国最大的世界 及慈善拍卖会 伴随而来的世界神豪 也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为出名的 当属于东道主 龟田剑人社长 以及英国的马路牙子 法国的伯乐盖 中东的卡图鲁皮 而最后被主持人介绍的 华国神豪灵星 却显了异常孤陋狂 就在大家都开始议论 灵星可能是爆发户 特意来此地装逼时 不曾想灵星 竟突然起身来到了脚台上 并一把抢破了主持人的话筒 大家先把嘴都闭上 我说几句哦 我灵星今天郑重宣布 此次拍卖会 凡是由我们华国的文物出现 我将势必全部拿下 说完还特意转头 看向龟田社长 表示奉劝大家跟拍虚谨慎 否则我怕你们输得很坦 你说是吧龟田贱人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龟田 身边护卫牙指咬 可龟田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根据手下报道 他已经知道了 刚刚那几个神豪金钱的上线 而他的底牌80亿现金 足够秒杀众人两个来回 想到这里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自己被新闻头条报道的伟大厂 在他得到慈善家的名号后 便可以顺路碾死灵星这个马蜘 不久后伴随着第一件拍卖物 起拍价800万的远古香炉被抬了上 龟田上来便喊出了3000万的报价 想以此震慑状态 而由于听着夏宇轩说 此物根本不属于华国文物 灵星便顺势没有出声 把香炉让给了龟田 见状龟田还以为 灵星可能就是个嘴炮 直到第二件起拍价 一千万的青花瓷盘出现 灵星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三亿的一口价直接标出了口 可看着众人惊讶的表情 龟田却显得异常淡定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此物价值只在1.8亿里 想当冤大头就当好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小子花三亿竟然就是为了 送夏宇轩礼物 他开心 见此情形夏宇轩也不免面色一胡 有个身旁女人直羡慕 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他喵的这是拍卖会 不是你俩秀恩爱的酒店公寓 因为两位富豪拍卖会上现场对标 从起拍价800万 近硬生生地被抬到了5个亿 而且面对敌方势力的怒目之势 灵星竟然选择把 公寓当面送给了敌人 理由就是谢谢杀手 摘腾鸟鸟昨晚的上门按摩服务 这时看着暴怒的龟田社长 鸟鸟紧忙开口表决心 自己定然不会收取灵星的馈子 不曾想龟田竟反过来 命令他必须收下 这单大一幕顿时 让灵星在鸟鸟心中的好感度 跌落鼓舞 但转念一想 自己还是第一次收到领悟 又好本地飙盛 如此来来回回的上升下降 让灵星也不得不配 女人的心思 男人还真是猜不准 索性先抛下系统给的任务 开始放出大招 当众扬言 接下来的几个物品 不是华国文物 所以我就不出声 就让连你们这群 没钱还想装逼的人了 而灵星的话 虽然引起了重怒 但效果还是很明显 眼见灵星收起了 号码排众人 便开始纷纷举排 可最终几件外国文物 还是落到了龟田手务 而面对身旁大家的 鳄鱼凤城助手 却看得明白 表示刚刚这群人 都在观察灵星的一举一动 我们能得到这些 都是因为灵星 刚刚动了下手指 这群人还以为 灵星要出手所以才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龟田一巴掌 给憋了回去 这时助手才意识到了 自己的发言 让龟田颜面尽失 紧忙地上了 话音刚落只见 一副起拍价 出了八亿的报价 灵星的一句二十亿 直接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这人是炒肿的 恐怕这幅图的价值 也不够这么多钱 然而由于屡次被灵星压制 龟田此刻的内心 已经丧失了理智 根本没听助手的劝解 二十五亿的报价 便喊了出来 行 你要陪我玩是吧 三十亿 话音刚落怕龟田上头 身旁众人紧忙 围了上来一起劝 不料龟田竟突然 放下号码牌笑了起来 我不跟了 三十亿这幅图归你了 直到此刻眼尖之人 才意识到龟田 在蓄意抬高价 灵星完全被套在了里面 成了冤大头 可灵星却根本没理会这些 此时的他只想多花钱 让系统更多返还给自己才好 这时只见龟田突然转头 吩咐手下把他的 全部不动产 抵押贷款一批一出 因为他知道 灵星志在全部华国文物 只要自己把最后一件 拍卖品打下 灵星不仅会难受 而且从开始到 现在立下的人设 也会轰然倒大 所以这最后一战 只能胜不能摆 过了一会借款到账没多久 主持人便开始隆重介绍起了 最后一件拍卖品 琉璃观音起拍价四亿 而此刻在场 所有人无不将目光 全部放在了龟田和灵星二人身上 我说龟田社长 如果你在最后一刻依旧输了 那时候的你怕是从此再挨 国都抬不起头了 我出三十亿 小子你就继续成口蛇之力吧 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剩余的钱是不可能比我多的 我出四十亿 原来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就继续吧 两国神豪在拍卖会上演 神仙打架 一百六十亿的价格已经创下历史 但龟田身边的助手却明白 如此高价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底价 就连平时不善于表达的夏宇轩 都开始在劝灵星及时止损 可是光龟田在矮子国的个人荣誉 此刻他早已打算好 就算卖房子卖股权 也要将最后一件商品拿下 然而助手却表示 就算最终用房子和股权换来了这件文物 最后因为资金断裂也会导致破产 根本不知道 但其实龟田心中也有他的小算盘 在他看来只要顺利拍下这件华国文物 那么灵星背后的财团 就会想办法来获取它 到那时候主动权便握在了自己手中 想出什么价格都是他说的算了 而听完龟田的叙述 冤鸟却表示 如果灵星那边不要这个文物 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活 此话一出顿时气得龟田牙齿痒痒 回头怒骂冤鸟闭嘴的凝食 那架势就像是已经看透了灵星的形式 告诉鸟鸟自己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言 灵星在听完龟田160亿的离谱报价后 果断选择了放弃 至此这场拍卖会上 最后一件华国文物流离观音像 也有了最终归属 对于龟田会长的土豪行为 令在场所有人都开始起身 对他孤等轻敖 可他却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为了迎灵星 自己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呼酒后只见龟田带领着众人来到灵星深浅 表示你不是发誓要买下所有华国文物带回国吗 现在不吹牛逼了 失去了最后那件最重要的琉璃观音 向我看你回去怎么交差 说完为了羞辱灵星还特地让鸢鸟找来一把武士刀 扬言如果在矮子国碰到了灵星这样的失败 抛负自尽才是体现武士精神该有的行为 但我听说苟且偷生是你们的特点 所以我便给你个机会 你回去后可以去借区贷款 拿着199亿来我就把琉璃观音卖给你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羞愧至此 还能完成任务你说怎么样 然而听着龟田这一息话 灵星忽然忍不住笑了几年 可看着灵星微笑助手还以为他要讲价 竟也开始扬言一分都不能少赶紧滚回去筹钱吧 这时只见灵星先是缓慢站起身 随后整理了一下衣服一句话便脱口不出 龟田贱人 你这条狗是真不行啊 你神豪花费160亿买下观音效 本想以此威胁灵星高价收回 不料却被灵星反将决 气得龟田对着助手就是一巴掌 想必你助手是听错了吧 我想要的只是曾被矮子国抢走的文物 但这明显是外销给你们的观音效 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话音刚落只见龟田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而灵星也看出了龟田情绪有变 索性又加了一把 我说龟田兄这下你可是出名了 以160亿的高价买了个只值4亿的观音效 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当冤种 我算是见识到了哈哈 说完灵星正想和夏宇轩解释一下 便被众人突然围在了中间 开始接受大家的情谋 而伴随着众人鄙视的目光 不经意间龟田还被人顶了个跟头 气得龟田跪在地上那架势 就像是心脏病突发一样 直到灵星再次来到他身边 留下了注意身体便向着门外走去 这轻烈的言语也彻底点燃了龟田的怒吐 只见他掏出手机便开始怒吼 出动所有龟田家的武士和人者 我要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画面来到驻埃子国的华国领事馆 看着灵星带来的华国文物 领事馆领导在对灵星表达完感谢后 还顾望提醒小心龟田 但在这栋楼里你们肯定是安全 可灵星却像是丝毫不担心一样 还像领事馆借车要离开一会说有事要办 而看着夏宇轩担忧的目光 通过灵星的再三保证下 夏宇轩这才同意了灵星离开的角度 过了一会灵星便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他离开领事馆的目的没有错 就是要以除后患不杀的龟田势不罢休 这时在暗处两道飞镖突然朝着灵星射来 而灵星也早有防备轻松躲不过去 但却没料到这次来暗杀他的会是鸳鸟 华神豪想收买冷血美女杀手惨遭拒绝 雇佣精神被女孩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再听说了灵星要以两倍价格让他回头是主 更是直接恼羞成怒 拖着36亿大地雷便冲着灵星砍去 可在接下来一系列的电光火时间 摘提鸳鸟也没想到看似普通人的灵星 却总能化险为一个火兵机 随即只见他双眼微眯 突然对着灵星抛出一枚烟雾弹 炸弹在距离灵星一米处精准爆炸 带到烟雾散去 冤鸟便以一种非常人的姿势 从背后骑在了灵星脖子 手中双刀大力向下扎去 那架势就是奔着杀了灵星去 幸好灵星反应及时用双手 同时抓住了冤鸟的两个手 而攻击兽足只见冤鸟眼神变换点 竟想到了用双腿加断脑袋的方式来结束战斗 不曾想灵星张嘴便对着冤鸟的大腿边咬去 下一秒伴随着一道惊呼传出两轮散开 一个清晰可见的牙印便映入了冤鸟的眼中 这时冤鸟本想借机埋态灵星不讲武德 不料灵星却利用了冤鸟愣神的功课 突然蓄力快速发起了反攻的号角 而当冤鸟反应过来后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灵星双手握住冤鸟的双臂 直接大力将它壁咚在了车上 这时看着灵星那双略显得意的目光 冤鸟竟突然抬起右腿 奔着灵星当步踢去却又被轻松阻拦 见状灵星也没碎话 直接用头磕中了冤鸟的脑 使其血运倒地这场地库暗杀 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听着刚刚冤鸟的描述 外面还有好多归田派来的人准在等待暗杀它 索性便想出了一张妙计开始 对冤鸟搜身检查 不一会就发现了藏在胸口内的兔针迹 紧接着二话没说 直接将要喂进了冤鸟的岛中 不久后当冤鸟缓慢睁开双眼时 一道令它羞怒的话语便传入了它的耳中 别动 我给你喂了兔针迹 现在是拷问时间我们开始吧 与杀手被困车库任由男人态 可男人却解开了他的绳子 不仅没杀他反而对他发起温柔攻势 让杀手告诉自己如何在不伤害女孩的前提下 让女孩放弃对自己的追杀 灵芯的话让从未收到过关心的冤鸟面色突然变红 但出于对雇主的忌惮和职业素养 还是让冤鸟转过头一言不发 直到看见灵芯上车放过他准备单独会回归田 那一刻冤鸟曾自以为豪的冰心突然瞬间融化 不仅道出了归田的居住地址 还顺便将归田住宅的护卫情况全部告知了灵芯 并嘱咐灵芯一定要小心 因为他自己深知归田的残忍手 以至于他曾一度想离开 但都没有勇气对归田提起 这时只见灵芯突然将手放在了冤鸟的肩膀上 安抚他归田的死气将至 我一定会带你脱离库海 说完电影脏油门消失在了地库中 灵芯的一番话让冤鸟突然对往后的生活产生了浓烈的希望 可好几个场身后传来的声响仿佛一盆冷水 直接浇在了他的脑袋上 随即灵芯逃离地库的消息便被传了出去 而摘腾冤鸟一次叛变也同样被归田手下等了回去 不久后画面来到一处海上别墅中 此刻归田正听着手下汇报关于灵芯的情况 长时间的追杀乌果让他瞬间暴怒 紧接着便把目光转移到了被绑回来的鸳鸟身上 然而面对归田的询问 鸳鸟却始终不肯正面回答 逼得归田只能按下遥控器 下一秒那强烈的电击感便让鸳鸟的嚎叫声传遍了整栋别墅 可让鸳鸟疑惑的是归田除了对自己使用小毒电击以外 却根本没打算动用其他的刑具来逼过 原来归田就是想保留住鸳鸟完美无瑕的身体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这时别故万一道道枪响突然打断了二人的对话 紧接着便看到归田对着对讲机下达了指令 出动所有忍者 围捕计划正式启动 而画面的另一端只见一人正在和子弹赛跑 可护卫的子弹却还是没躲过灵芯的闪电一击 伴随着一道强光将灵芯笼罩其中 树到身影链子身后的草丛中飞了出来 眼看着对方人手众多再加上有暗器加持 灵芯只能选择暂避锋芒 跳下悬崖以求入海避险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身后众人竟也和他一起跳了下去 原来这批人卷乃是归田用高架固来的精英 水下暗杀的能力就是他们身价的体系 我们海水中正上演着一国对战 看着在水中犹如泥丘一样的灵芯 矮子国刺客愣神的功夫危险已然僵致 一道闷响声传出也代表着一颗人头已经落地 此刻矮子国的刺客们也看出了灵芯水下功夫了得 本想结阵群起而功之 奈何灵芯在海水中的行动速度早已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而在水下进行刺杀也正是灵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 系统曾经奖励给他十分钟憋气时间足以将刺客们全部淹死 但由于如今矮子国的海水遭到污染 自己也不能夺带 只能想办法速战速决 随即他便抓到刺客想游出水面换气的电影 瞬间将其鸟杀 而剩下的已经在海中憋气三分钟的刺客们也不得不成了灵芯的火把 画面来到海岛别墅中 听到外面没了动静归田还以为刺杀成功开始大笑起来 紧接着目光下一来到鸳鸟身上 突然拿出了一管兴奋迷幻剂 表示麻烦已经解决现在该轮到你了 下一鸟将药水强制灌进鸳鸟嘴里后更是丑态进路 等我把你玩够了再卖到太博 想来斋藤家也不会在意你这个消耗品 听着归田恶心的话鸳鸟内心已经放弃了挣扎 但在绝望之于嘴里还是忍不住念叨 如果有奇迹请让奇迹快点发生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秘 但我可以保证一会就把你爽上天堂 话音刚落只听一道开窗声突然自身后传出 来人正是刚把海中刺客解决的灵芯 而此刻鸳鸟看向灵芯的目光就如同看见神明一样目入泪光 抱歉我来玩了 那几个人者实在太残忍了 这时归田还想着呼叫护卫队前来护驾 在被灵芯一记手里剑打飞对角以后 大猎的归田胸口就是一脚 这一击也彻底让归田失去了战斗力 紧接着在帮烟鸟解开束缚后 便把刀递了过去让他亲自解决掉归田以安内心 然而看着正跪地求饶的归田 烟鸟竟扔下了刀选择打开迷幻剂的瓶盘 下一秒直接将一整瓶的药水全部灌进归田口中 表示一刀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这一整瓶的量浮够他死得很惨 随后在两人乘坐游艇刚离开海岛 痛苦的哀嚎声便传进了两人的耳朵 这时鸢鸟突然抓住了灵芯的胳膊 弄得灵芯一脸问号看下来 对不起刚刚归田给我喂了那个 我忍不住了抱歉 海上和日本娘们上演野战打起 叶效发作让女孩自带涡轮增压 充满一国色海的悦耳声音传遍了整个海 避免提前搅强灵芯本想放慢速度 却遭到了摘腾鸟的轻生埋怨 不要停 要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开哦 怕那间磁漆彼伏的声响和大海 融合成了一副美丽的幻觉 让大战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 这才落下灵芯 而灵芯显然也不是那种 提了裤子就走的人 眼看鸢鸟成了自己的人 却还想着任务失败 回到斋藤家要接受死的 委屈的眼泪落下的瞬间 一张VAP金卡直接出现在了鸢鸟眼前 这里有十亿足够你脱离家族 以后你可以只为自己而活 话音刚落只见 鸢鸟对灵芯的好感度 已经来到90% 也就代表着为鸢鸟花费的 15亿逆袭金的10%进了款 同时系统的奖励也随之弹了出来 但由于灵芯还有事要做 便忽略了奖励的选择 紧忙回到陆地将拍来的文物装机后 便告别了大使馆官员 踏上了回国之路 此时一道倩饮正目送着飞机离开 灵芯 等我处理完个人事情后 我就去华国找你 等着我 不久后飞机落地 看着搬运工处理文物 直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灵芯这才发现自己 还没选择系统给的奖励 随即紧忙排除了两个低级选项 选择了一几奖励钢琴精通 正当大量有关钢琴的信息 涌入到脑海中时 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灵芯的思绪 而来人正是听闻 灵芯归国特意前来接机的罗亚西 只见他快速来到灵芯身前 还没等灵芯做出反应 就被亲了一口 我先带你去吃饭 然后我们去看房子 我挑了一个90平价值 150万左右的感觉特别合适 听到这里灵芯瞬间双眼冒光 表示150万哪够啊 要送你就要送最贵的 然而就在罗亚西带着灵芯 找出租车时 他这才想起身后 还有个夏雨萱存在 幸好罗亚西正在路边拦出租 这才避免了一场战斗发生 而听着灵芯说有朋友来接他 夏雨萱便红着脸 对着灵芯突然亲了过去 表示挨子国这一趟 多谢他的一路照顾 接下来这些文物 躲过了修罗厂了 有假扮爆发户抽着二手中华 一兜子豪车要是打火机 教灵芯如何骗得美元归 故从想他却看走了眼 碰到了花钱不眨眼的 真实意外神号 就在刚刚灵芯陪着罗亚西 来到了地乐义区别墅寿楼处 里面最贵的龙苑一号 就是他此行的目标 寿楼员看到灵芯一身地摊火 再加上他上来就要看 价值上亿的龙苑一号别墅 以为又是那些 为了直播来拍视频的博主 就把他介绍给了 其他寿楼员敷衍了事 这时听着灵芯要为自己 买下这里最贵的别墅作为礼物 让罗亚西对灵芯的好感度 瞬间飙升至了98% 又能刷钱返现 又能找好感度 简直让灵芯爽翻了天 就在这时两道身影 突然走了进来 而听着身边女孩奉承的话 被称为金总的老头 便承认女孩如果有看上别墅 分分钟就搞定买下他送给你 此刻听到罗亚西 正对着别墅图测指手画点 很快便吸引了金总的注意力 可出乎意料的是 在听说了灵芯要和他抢夺龙院一号 竟直接大方地让出了购买权 还要和灵芯交个朋友 随即在看到灵芯要上厕所 金总便紧忙从后面跟了进来 大兄弟骑虎难下了吧 你炮的那个妞太破烂了 我看你把持不住啊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灵芯为之一了 可金总接下来的虎狼之词 更是让灵芯不禁感的汗眼 就说你这个富二代演得实在太假 我都为你担心 等下你要怎么收场了 你再看看老哥我 爆发护眼的是不是天衣无缝 就凭一块兰博基 你要是打火机 就把外面那个妞妞片的团团转 这些都是我常用的装逼道具 看人下菜碟 老哥我看你有演员 就教你一些炮妞技巧 只要998 30天的课程便让你带回家 与此同时在寿楼处大厅内 妞妞看着罗亚西便开始嘲讽 他买的爱马仕包包房的挺好的 而听到罗亚西竟开始狡辩说包包 就是真的 便没在意只是提醒罗亚西 我们不是敌人 但同样是装明园调走好 你还是太难了 看人不准啊 看姐姐这个香袋包包 就是金总花12万为我买过 虽然你的猎物明显是抢富二代 但相识一场姐姐 我等下一定帮你揭穿她的真面目 然后再把你拉进岩浆市明园去 保证让你一星期内 混进上流阶层你看怎么样 然而此刻罗亚西 却根本没理会她的话 只是看向从厕所出来 正合寿楼员要签订单的灵星 紧接着两个六耳泥喉 便决定在这一刻 开始了双方的表演 你男友折腾一宿 你宿舍就要睡觉 惹得情敌室友嫉妒发出警告 可女孩却以为她无可救药 昨晚弄得我都要散架了 有能耐你也倒贴过去 看她要不要 说完便倒在床上开始睡觉 第二天一早一阵 手机提示音响起 看到消息内容后 灵星这才发现 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大家都要约她 想要为她庆上 谢谢我很感动 不过我早就约好了 和宿舍的兄弟们一起过生日 所以下次一定 在拒绝完无数女性的邀约后 便把目光转向了室友 而她却没看到 室友们听到了灵星的话 竟统一露出了诡异笑容 不久后灵星来到了 一家高档餐厅门口 没想到宿舍那三个家伙 会出血本请自己来这里吃饭 想着自己上次到此 还是和严宝一起 随即便拍了一张照片 准备发到群里 询问室友们 自己已经到三楼餐厅了 你们到了吗 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女孩 突然误会灵星在偷拍 让她删掉照片并告歉 而且扬言就数三下 不删照片就要报题 看着面前这个 还在自我欣赏的老娘们 无奈之下灵星 只能把手机界面亮给了 她和众人看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就算拍狗都不会拍你 这时罗亚西突然出现在了 灵星身后 随即灵星就被领进了餐厅中 只留下了被众人嘲笑 整容脸丑八怪的下头 你在原地咬牙切齿 而通过聊天 灵星才明白 原来罗亚西已经提前买通了室友 所以今天这场戏都是有预谋的 灵星 生日快乐 话音当落只见 刘依诚竟也出现在了队 而且还送给了灵星一款 价值五万的皮带 作为生日礼物 见状罗亚西紧忙表示 自己买的手表可是用了二十万 可刘依诚却反其道而行之 开始埋怨她 灵星给你花了那么多 你才买了二十万的手表 我这个皮带虽然才五万 但那却是我所有的钱 听到这里 灵星直接转头看向刘依诚 表示自己不会要她的礼物 赶紧退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拒绝的话 反而令刘依诚 对她的好感度突破了百分之九十 原来这女人还以为 灵星心疼自己用光了积蓄 才说出此话 暗自窃喜 灵星你果然还是爱我 欢迎来到茶茶的 双十一专属福利直播间 原价999的洗糊套装 在茶茶的直播间 只要38通通带回家 话音刚落只见 助理突然发出提醒 预计销量很低 必须要上神秘嘉宾 随即让广大网友 没想到的事便发生了 茶茶竟然把亿万神豪钱总 请到了直播间带货 和她打上了配合 挥金如土的钱总 能不能给我们的粉丝 整一大波福利 没问题 我们都知道 号称治理脱发 完全无效的 潮种洗发套装 从来没降过假 但是我今天决定 自掏腰包每人补贴十元 也就是28就可以 把这些带回家 并且每十分钟 就让茶茶在直播间 表演一个才艺 大家觉得怎么样 废话不多说 魅力彻底征服 然而当茶茶准备 为粉丝们表演 骑单车的台艺后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 疯狂吐槽 无奈之下 钱总只能另辟蹊径 让茶茶撅起屁股 趴在桌子上 并拿起了一块白布盖了上去 而再次掀开白布时 直接给粉丝们 来了个变装秀 为了进一步刺激网友们 更是把手机摄像头 对准了茶茶后身 下一秒一道 极具诱惑的身影 便映入了眼泪 这是为了不让直播间被查封 茶茶紧忙把手机 再次调整到了身前位置 直到看见宫廷上 打出了正能量 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 位于隔壁直播间的 另一名带货主播巧罗罗 直播了几个小时 才发现鞋子刚卖了五双 直到助理告知 才明白原来是 茶茶的直播间爆股 将粉丝都吸索的原因 而同样是平台美妆 带货一哥的徐探华 也收到了助理的提示 就连全站第一的 买口红专家离架期 但根本没人看 特喵的一个卖便宜货的小主播 居然把我的观众抢走了 还有我骄骂 叫人去他的直播间 举报低俗给我往死里方 话音刚落没过多久 茶茶的直播间 果然出现了恶意淡 吓得茶茶本能的 就想关闭直播间 不料却被零星拦了下来 对着屏幕扬言到 我们只是在展现 青春活力自然健康的身体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 观众爱看什么吗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 网友们纷纷点赞 就连椰子排 叶植的老板都发来了视频连线 表示支持前总健美的身材 就应被宣传 而听到举报竟然没有效果 气得离假期 直接暂停了 带火要和茶茶发起PK 紧接着便联合了 其他两位头部主播 向茶茶发起了挑战 见状灵星竟然笑了 表示接受PK 倒是可以带我要一个打仨 输了喊我升爹就行 平台口红带火头牌男主播 应被网友吐槽产品太贵 近公开在直播间 侮辱网友工资低 让他们找找自己的原因 就在刚刚灵星接受了 当代三位网红的挑战 邀约并要EV3 规则很简单 只要三位加一起分数 超过灵星就算赢 而为了尽快刺激消费 灵星直接使出大招 把刘依诚和罗亚西一起 请了出来为大家热物 眼看着比分被瞬间反抄 三位当红带火主播便开始 卖口红的要降价 推销农产品的打感情牌 卖鞋子的装萌讨喜 可即便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没能阻止 比分被瞬间秒杀 随着系统提示 灵星的直播间获胜 口红带火主播 突然叫停了比赛 这玩世吧 给我找一批水军黑 他们的产品 我看他们死不死 紧接着无数条恶意弹幕 便出现在了 茶茶的直播间中 惹得茶茶紧忙解释 产品绝对没问题 眼看着销量直线下降 这时灵星直接不装了 我亿万富窝窝摊摊牌了 拿起电话就打给了 他认识的所有富豪们 而随着众多大老实名 占队灵星带货的产品 情急之下 三位主播的狐狸尾巴 终于显露 麦口红的气急败坏 公开侮辱网友 没钱还装逼 结果被喷子上了一颗 哭爹喊娘求原谅 农产品推销 被发现伪装 身赠假贩子实锤 在直播间掉泪破坊 带购国外鞋子的 小夺利下场最惨 因为故障导致 手机美颜功能意外关闭 满脸雀斑 四方脸亮下了 网友的双眼 欺骗消费者罪名的帽子 直接扣在了他头 见此情形 茶茶本以为 事情就这么结束 胡料灵星却又把 蒋熙岩和夏宇轩叫了出来 表示罪证已经查收 算算时间警察 应该已经找到他们了 此时另外一边 警察们已经开始行动 拿消费者当傻子的 他们也终究付出了代价 而为了庆祝 国货商品成交量 突破历史记录 茶茶还特地为 网友们准备了 专属福利准先 但灵星明白 大家明显不愿意看这里 立刻大手一挥 通过这三位美女的 亲身体验 网友们这才买了账 最后小白在这里 祝大家双十一节日快乐 但要记得理性消费哦 亿万神豪双十一 翻外天到这里正式结束 男为了赢过情敌 竟当众掏出了兔女郎套装 要回家穿给男人看 把餐厅所有人都震惊的同时 数刚刚被灵星喷的 老娘们最为怂态 所以在罗亚西和刘依成 去厕所时便偷偷跟了过去 刘依成 灵星态度都那么明确了 你还赖着不走 可真没意思 你没看到灵星 对于我的礼物都心动了吗 该离开的是你才对吧 我说你们两个都别吵 他明显就是个渣男穿的孩漏 吉美们清醒点 你们都是高质量女生 想追你们的男生都排着走 算不上为了那个渣男吵架吧 然而此话一出 却仅是让两人愣了一瞬间 下一秒 竟直接无视了老娘们的话 继续开始吵架 另外一边 灵星刚准备逃离修罗战场 却在电梯口碰到了夏宇轩 原来是夏宇轩家族在这里聚餐 见到灵星后 便邀请了灵星一起和家里人见过 恰巧这一幕又被女人看在了眼里 天哪这世界怎么了 比先前那两个女孩都好看的人 怎么也围着那渣男转 这时灵星和夏宇轩已经到了一楼 听夏宇轩说要接的朋友 却让灵星万万没想到 他嘴里的闺蜜会是蒋西眼 所以紧忙利用了他们寒暄的见习 偷偷离开了原地准备跑步 而势必要揭穿灵星真面目的老娘们 已经用手机完全记录了全过程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可不想他们俩 因为我和罗刘一样以后见面就吵架 想到这里就在灵星寻找地方躲闭时 位于角落的钢琴师便映入了眼帘 哥们换班时间到了 说完还把衣服抢了过来 套在了自己身上 表示衣服忘记拿了 今天老板说不够一天时间 也会发一天工资 你可以下班了 等人离开后 灵星本想随便糊弄一下 满过众人事业就好了 没想到手材刚放到钢琴键盘上 系统曾讲连她的钢琴精通 便涌入到了脑海 随即在灵星不由自主地开始表演 精湛的情意很快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 连锦平一首钢琴曲 就能让女观众们想如飞飞 更何况身为女主角的几个绯闻女友 看到灵星竟然会弹奏 如此高难度美妙的钢琴曲 玉手无嘴直接湿了 然而沉浸在音乐的海洋 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却大不相同 温柔典雅的夏宇轩在花海中和灵星环抱温存 霸道女总裁蒋西岩主动求婚步入婚礼殿堂 活泼可爱的罗亚西与灵星共度沙滩派对美好时光 性感凶悍的刘亦成最牛逼 脑海中尽直接浮现和灵星马上黑黑的场景 在这一刹那间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几个绯闻女友面色潮红 看着灵星都在各思索下 一瞬间几人对于灵星的好感度也是骤然凋顺 琴声停止场下响起一阵掌声 但灵星却感到一阵头大 显然他的目的本是想利用钢琴师的身份躲避目光 没想到却弄巧成捉成了全场焦点 所幸刘亦成的好感度差1%就要逆袭完成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时间也让灵星不禁感到一阵汗颜 这时一群保镖突然将人流分散 紧接着号称岩浆第一钢琴师李迪迪变闪亮登场 兄弟我看你是可造之才 如果能进入我的团队我保证一年之内 可他话还没说完便发现灵星已经不见踪影 片刻后成功逃出的灵星正回头看着酒店大堂松了倒气 不料一辆摩托车突然急驰而过 两人相撞顿时来了个底朝天 回过神来的灵星这才发现来人正是在邮轮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警官 当两人都彼此认出对方后 女警官本想提醒灵星摩托车比较重 压住了她的腿让灵星双手使力尽量抬出缝隙 不曾想灵星仅用了一只手便轻松将摩托扶起 随即看着一脸震惊的女警官 灵星只能谎称自己天生神力 又指了指女警官被擦破的大腿转移了坏 没事这点小伤我经常有 上次还谷折了呢 对了上次在邮轮上还没得及谢谢 你给我的邮轮 这时女警官话还没说完 灵星便留下邮轮可以卖了捐给福利润的话后 快速向着远方逃去 为了测试自己是不是肾虚 刻意来到健身房一探究竟 巡视了一圈终于发现目标 便是眼前这个丰满又富有弹性的美女 很漂亮吧 我可以帮你追到她 大家都是男人不用害羞啊哈哈 说完在陌生男子露出浑身肌肉的一刹 灵星便明白了此人可能是健身教练 紧接着男人的一席话也验证了灵星的判断 健身女生不喜欢若即男生必须要像我这样 而我正是这家健身馆的金牌私人教练魏龙 只要八千块两个月保证你练出完美身材 让美女倒追怎么样 说完再听到灵星婉言拒绝后 魏龙便把灵星定位成了穷逼转身离开了原地 这时灵星正对着面前的健身仪器愁眉不准 看到有人经过便询问她是否知道怎么 而就在女孩对灵星讲解时系统突然发出任务提示 发现高颜值女性开启逆袭任务 目标施洛兵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0% 返还以花费逆袭经10%充当宿主个人财富 到达百分百则身份转换并更改从属关系 目前施洛兵对宿主的好感度为零 他喵的系统你真牛 戴着帽子和口罩你都能检测出来 莫非你还有透视功能 然而想归想灵星还是按照施洛兵的教学开始动静 看到灵星明显是个新手小孩 施洛兵也没过多理会 转身来到另一边的角落找到了魏龙 当施洛兵摘掉帽子和口罩后 那绝美的容颜不禁让魏龙内心一阵乱产 再加上健身时不得不摆出的造型 一激动魏龙直接利用教练身份开始开游 就连拉筋都要紧贴着对方 惹得施洛兵突然解决 表示自己不喜欢被陌生人有肢体接触 如果接下来还是这样的课程 那就麻烦给我换一套别的血 眼看着施洛兵附近人情 魏龙眼神微靡表示 那就换一套看看你行不行 开合跳 波比跳 交替弓箭步 这一系列动作下来施洛兵明显已经吃不消了 可魏龙却没丝毫动容 并让施洛兵二选一 要不就付出辛苦 要不就来肢体接触 这时只见施洛兵先是咬了咬牙 想着自己被传媒公司血藏两年 如今好不容易有的通道 一定要打过几个 以最好的姿态去演出 可就在他又做了几套动作后 终于体力不支双眼一黑晕倒在了地上 运动过量昏倒在了健身房 私人教练本想捡尸带回家 不料却会发现意图让人逮了个正着 可这教练甚是猴体很明显 女孩还有呼吸 却直接推开灵星就要进行人工呼吸 两人的争吵声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施洛兵突然浑身抽搐 身体不停颤抖 见状大家都开始呼吁快叫救护车 可灵星却明白此刻施洛兵的身体 肯定等不到救护车的到来 随即他便紧忙召唤出了信 在上次达成的百分百攻略 还没选择奖励的选项 快速选择了中医精通 刹那间一种庞大的信息 瞬间涌入毛海 伴随着一阵头 再次睁开双眼时 施洛兵身上的每处穴位都映入了眼界 下一秒只见灵星开始快速对着施洛兵身体点心 但一时间他的动作还是让大家产生了误会 直到看见施洛兵醒来这才松了口气 你现在的情况不能躺 我扶你起来靠墙坐 话音刚落灵星高超的医术直接引起一阵掌声 施洛兵也因此对灵星的好感度瞬间飙升 而听着施洛兵叙述自己昏倒 很可能是因为教练安排的课程 惹得灵星一阵火大转头开始质问魏武 伴随着强导众人推 魏龙的火气也开始飙升 你敢质疑我的专业性 我可是有高级健身教练资格证 你有什么证 我看你就是半桶水的中医 瞎猫碰死耗子侥幸才救了他 这时看着施洛兵拦住灵星定扬言要投诉退退 魏龙的气边不打一处来 直接对着灵星发起擂台铁战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灵星根本没犹豫就答应了 不久后画面来到擂台中央 看着体型完全不对等的了 大家对于比赛的结果似乎已经下了盼 因为这里的老会员都知道魏龙曾经是一名地下拳击手 并且退役的这些年一直没放松训练 这时随着擂台挑战正式开始 魏龙果然做出了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 几个闪身间便来到了灵星身前挥出了重拳 就在灵星利用戏斗加持躲过攻击后 伴着魏龙紧随而来的上勾拳又被他正面接触 一阵前笑声传出 灵星便明白自己已经上当了 光红为了吸引绑一大哥的注意 这里拍摄了男友视角给他看 可这放出去都是点赞量破百万的话 在大哥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原来灵星刚刚才碰到了真正的女灵星 此刻她正在健身房和教练进行擂台挑战 一颠倒的场面让观众们不停发出一阵阵唏嘘声 而伴着女灵星失落兵的一声尖叫传走 只见一直被动防守的灵星突然摆出进攻架势 下一秒便在教练震惊的目光中 拷贝了刚刚教练所有的动作 用他的招式全部招呼在了他自己的脸上 而随着教练魏龙应声倒地被K了 一片惊讶声便瞬间传递而开 大家都没想到看似弱基体上 根本不对等的灵星最终会赢得比赛的事 以至于原本为他叫来的救护车 反而让教练躲了过去 这时失落兵趁乱紧忙把灵星拽到了角落 表示自己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灵星能考虑一下 这是6万你收下 因为我的职业比较明当 我不希望这件事被媒体传开 虽然这些钱不算多 但却是我目前能拿出的最大数 只希望你能对外保密 我在健身房发生的事 而看着灵星竟然真的收下了钱 没有因为钱少去威胁他 感谢的同时心中对于灵星的好感度 也瞬间飙升了5个百分 与此同时女主播茶茶正告别粉丝们下了波 看着手机默默地开始叹气埋怨 灵星就算不来刷礼物来直播间看看他也行 回想起灵星在他身上花费的巨额数字 想来任何投资都是要求回报 而灵星却没有向自己提出过任何要求 难道他要我主动送上门 他喵的响都别想记住了 男人只能是我的提款机警测 可想归想下一秒茶茶还是拿起电话打给灵星 表示自己下周要去岩浆市影视基地拍短视频 一定要来看我 时间线来到一周后的岩浆影视基地入口处 看着灵星竟然真的来了 茶茶直接一个剑步扑进了灵星怀中 同时把一个群演的工作牌套在了他脖子上 表示这样就可以自由出入影视城了 而随着茶茶被叫走开始拍摄的视频 无聊的灵星便开始在影视城内溜达起来 这是一个像似导演的人突然叫住了灵星 要给他二百五眼一天难以替身 随后听说了居然还免费提供 盒饭灵星便愉快地答应了几天 小鲜肉手指被划破了两毫米小口 惹得他在拍摄现场一阵尖叫 导演紧忙找来群演当他替身 看着即将愈合的伤口小鲜肉这才满意松了口气 再去往更衣室的路上 灵星竟发现了施若冰也在这个片场 同样施若冰也注意到了灵星 而看着灵星并没有想揭穿他健身房的糗事 这才放下行 不久后当灵星换完衣服走出更衣室的瞬间 帅气的造型便惹来了一众小女孩的肩胶 随后更是在系统的加持下 仅仅拍摄了一遍就通过了导演的审核 而这部戏的女主角施若冰在角落看了整个过程 想着灵星不仅会医术救了他 而且表演上还有如此天赋 内心里对灵星的好感度又上升了8个百分 这时男主角五一帆带着助理忽然向片场外走去 原来是他的粉丝们一直在外尖叫惹 他不得不现身回 一帆一帆我们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门 这土到极致的口号虽然让五一帆想吐 但表面上还是露出了微笑 假模假式的要粉丝们注意身体要乖乖到 而听到五一帆的话后 稍微激动的女孩面色红润 已经有了为他生孩子的忠 更有甚者还主动提议一帆的生日快到了 一定要在粉丝群里募捐200万给他买个生日礼物 片刻后五一帆便返回了片场开始拍摄 这场戏的内容大概就是男主从外点回来看未婚妻 又要匆匆离开两人依依不舍的场景 而随着女主施洛斌镇静了片刻 很快双眼便泛起了泪光进入了角色里 可就在他目光深情地看向五一帆时 换来的却是一张呆滞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脸 一旁的灵星看到五一帆如此演技差点笑出了声 可外面的狂热粉丝却不这么认为 只见导演瞬间喊喊怒气冲冲地开始质问失落兵为什么表情突然狂 不好意思导演因为五一帆说错了台词 我以为你会暂停拍摄所以才没忍住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 我说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 别在那擅作主张 说完便又来到五一帆耳根轻声细语起来 那个一帆啊台词里面的是憔悴不是焦足 麻烦你下次注意一下别再念错了 这时眼看着五一帆听完就要发火 加上外面粉丝们的大声反抗 吓得导演让五一帆直接对着摄像机说1234567就行 后期再为他专门配音 而想到下一场是要和失落兵拍摄拥抱的心 五一帆便答应了请求还露出了一副邪笑的表情 那万粉丝男明星偶像在拍摄现场 因为对戏的是一个十八线女演员 看起场的美若天仙 竟当众开游丝毫没有演艺倒戈 女孩发现后紧忙暗自挡住男主的闲珠神 可这下也引起了导演的故买 见状失落兵本想妥协要求再来一次 却遭到了男主角粉丝的围攻 但灵星却打心底乐开了话 因为他本以为失落兵是女明星不差钱 刷不了一副邻 现在看来情况恰巧相反 这时顺着粉丝们的情趣 五一帆也扬言不排了 吓得失落兵急忙上前道歉 表示我们做演员的不就是要拍好戏 如此才能回馈粉丝们对自己的爱 可听到这里五一帆却笑出了声反问失落兵 我有千万粉丝你这么努力 又有几个人喜欢你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失落兵一阵尴尬 随即五一帆又把目光看向了灵星 表示自己累了如果非要拍摄 那就让这个替身替我拍吧 话音刚落导演直接不干了 而就在导演上前正和五一帆哀求时 听到消息的灵星自告奋勇就想上位 可换来的却是导演的一对语言炮 见状灵星突然画风一转 片场上不都是五一帆说了算吗 难道刚才是我听错了 就是他要求我来演吗 这时只见就在灵星的话刚说完 就看见五一帆果然上套 但他让灵星替眼男主角的同时 还露出邪魅一笑手突然指向了后方 原来看了整个过程的粉丝们 早就已经愤怒不如 见到灵星竟然别脸不药 都纷纷掏出了手机拍下灵星照片 扬言要往往往 可身为事件主角的灵星 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只是看着施洛兵递过来的剧本台词 上面清晰有序的规划 让灵星内心不禁发出一声感慨 看来这片场里 也只有他真心想把这部戏拍好 而导演迫于五一帆的压力 最终还是选择了 妥协打本开始拍摄 而看着灵星竟然真的被下了台词 施洛兵震惊的同时 情绪也被影响瞬间进入了角色中 镜头里即将分开的两人 在黄昏下深情的拥抱 眼中很自然地流下了不舍的泪 下一秒 竟不自觉地抛弃了台本当众拥吻起来 片场刷卡一个亿 只为替十八线女演员属生 然而女演员却因此捂住脸痛哭 原来娱乐圈有个无形的浅杯子 只要是韦伯约的艺人 就别想在圈里继续混下去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替女演员出头的这个男配角 会是一个新句话 岩浆市都要抖三抖的角色 就在刚刚 由于男主角替身和女主角对戏 真情流露竟直接亲了起来 见状导演本没想去打扰 继续拍下去 不料却被男主五一帆的一阵巴掌声 打断了思绪 只见他邪笑一声 突然起身质疑林星 利用演戏猥亵女演员 却没料到女主施洛兵 根本没在意还显得意犹未解 随后更是当着五一帆的面开始 和林星探讨起来引起问题 这下也将心胸狭隘的五一帆 彻底惹入 随即便在施洛兵的一声声道歉中 直接对着导演 下达了更换女主角的命令 施洛兵听到消息惊恐的同时 本想利用和公司签订的合同说是 却被导演一语戳破 你那个合同已经明确表示了 如果你单方面违约 就要赔付公司一亿违约金 所以下半辈子 你就慢慢给公司当走了 华阴刚落失落兵明显 已经站不住 直接倒进了林星怀眼 而看着林星口左芬芳 惹得众人一阵嘲笑 还扬言知道娱乐圈混的是什么吗 是钱 你这个可怜的路人家 就在这时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只见林星突然双手一摊大火出声 不好意思我不装了 我是亿万富我我摊牌了 华阴刚落大家正恐怖大笑 怒骂林星是傻逼的瞬间 一道精致的刷牌 一亿成功的提示生存组 场面直接陷入一阵死寂中 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 两岸狗叫声停不住 闭得一声全闭嘴啊 可即便如此五一番 却还是不肯罢首扬言势必要把 失落兵的名声狗抽 并让粉丝们把他勾引富二代 被钱规则的假消息发布到网上去 而此刻相比于失落兵的无助崩溃 林星却不露粉笑 直接掏出手机找到了 岩浆市千金太子群开始发送笔音 兄弟姐妹们我要五一番的料 有证据实锤的那种钱不是问题 说完就在他坐下闭目养神几秒后 随着周围所有人的手机开始震动 传出信息声 下一秒一条五一番污蔑失落兵被包养 还跟多个未成年少女开房的丑闻 便映入了众人的眼睛 因为还喜欢演戏 竟直接出手五个亿专门为他开了个影视公司 女孩听后忍不住痛哭流涕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他还因为男主角出事差点没戏拍 由于男主五一番被爆出 曾和多个未成年少女开房的丑闻 而且经过现场粉丝们的 被钱规则的其中一位女孩还就在他们身边 随即片场便开始上演无脑粉丝手撕战阶里的好戏 然而不久后又有人发现 刚刚的银幕已经被人发到了微博上 还冲上了热搜 而拍摄视频的那个自称是陆寒粉丝的女孩 却丝毫没有害怕 反而又爆出个惊天大瓜 表示你们粉丝团头子曾私吞募捐 甚至你们每次以五一番名义捐给希望工程的钱 都被他拿走了一大半 话音刚落看着身旁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粉丝应援团现场 五一番本想立刻开溜趁机偷偷飞去国外避难 不曾想却恰巧被警察堆在了门口 五一番连同他的经纪人就这样走上了采缝刃机的归途 此刻拍摄现场的导演组已经懵逼了 他们根本想不通那一个电话 就把当红男爱豆踢进深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此时事件主角灵星却没想那么多 只是拍了拍失落冰的肩膀让他走了 看着眼前目光呆滞的失落冰 灵星紧忙开导他 我不会让你因为一个破协议就没戏拍了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有我出钱开的影视公司 你自己组建团队拍戏前都是我出你看怎么样 画面来到几分钟后两人都换好了衣服 走在路上失落冰还在不停询问着灵星 为他开影视公司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听着灵星肯定的答复后 失落冰竟直接把灵星脑补成了要改变表演行业的娱乐大 见状灵星也懒得解释 过认了他的话之后便拿出手机先给失落冰转了五个亿 而就在两人互相添加联系方式时 恰巧被结束拍摄的茶茶撞了个正着 只见茶茶直接忽略了灵星的招 走向失落冰询问灵星他是哪位 而听说了两人才刚刚认识 茶茶紧忙上前跨住了灵星的胳膊宣示主角 失落冰看到这一幕便开始一边承诺 灵星那五个亿一定会几块玩 一边加速脚步准备离开 没想到在茶茶露出震惊表情之后 灵星竟主动叫住了失落冰 还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 而茶茶也开始顺着灵星的心意说话 跟投资方吃的饭有啥不好意思 难道说失落冰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我深夜直播给粉丝表演男友视角 没想到对着镜头亲吻的背后 竟真的隐藏着一个男人在迎接他的嘴唇 而让茶茶这么做也实属是被逼无奈 因为就在刚刚看着失落冰答应了一起吃饭的情绪 茶茶本想利用这顿饭来探探失落冰的虚实 不曾想在听说了失落冰的遭遇后 一时间语色只能选择打开手机 查一下这个18线女演员的东西 随着一条条关于他的热搜被打开 再继续向下查看才发现失落冰居然毕业于地精戏剧学院 因为颜值和演技都很优秀 以至于毕业时还被多家娱乐公司签约 而家境不错的他只想凭借自己的努力 所以才选择了较远的岩浆市天皇娱乐公司成为旗下艺人 如今看着他又搭上了亿万神豪灵系 不免让身为网红的茶茶内心涂增了一份卑微 再加上正在微博上被疯传的两人在片场上亲吻的照片 茶茶便把失落冰定位成了典型的心机表 紧接着一个计谋便自心底油然而生 没过多久在送别了失落冰后 灵芯本想离开和茶茶道了别 胡料却被茶茶叫住表示要立刻把欠给灵芯的特殊分期付款 而就在灵芯面色为红楞神的功夫 茶茶便已经牵起了灵芯的手 扬言自己已经开好了房间 并且这次分期付款必须要在直播间进行开课 画面来到酒店房间内 看着灵芯一脸问号却满怀期待的脸 茶茶直接把手机放到了她面前并点击了开始直播案件 哥哥们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说完便隔着屏幕和灵芯开始屌起来 而看着面前那道认真又不乏信他的声音 惹得灵芯面色微红小声提示茶茶 当着网友们的面说这些话你就不怕掉粉了 这时看到茶茶对着灵芯做出了不要说话的动作后 她这才后知后觉 原来茶茶就是要借为网友们表演男友视角的同时 还能和灵芯告白简直就是一举两的 这时茶茶更是在粉丝们的怂恿下 把镜头慢慢对着灵芯挪去 下一秒再俯下身子的瞬间 便一口直接对着灵芯亲了过去 双唇分离后 看着灵芯意犹未尽的嘴脸 茶茶趁热打铁又把当满的巴黎世家套在了腿上 双脚从灵芯的腿上缓慢划过后 直接对着酒瓶子开始蹂躏起来 相信无论是谁看到了这一幕都会无法忍受了 只见灵芯突然大力起身将茶茶按在了身下 而随着茶茶将直播关闭后细细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由于此刻茶茶对灵芯的好感度已经来到92% 完成了第一阶段逆袭将返还在其身上花费的 所有逆袭精索和的10%进入个人账目 而此刻灵芯根本就没心思听到后面的奖励内容 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房间 一个没写完的正字就这样漏了出来 人昨晚憨战一夜正做着迷茫 被窝中传出一响让她缓慢睁开了双眼 只见一个穿着睡袍的女人正趴在她的身下摸索了什么 原来是女人吃泡芙不小心把奶油弄到了身体和被子上 见状灵芯刚想帮她把身上的舔干净 不料却被一阵手机铃声打断 她瞄的是哪个杀千刀的在这个时候给老子发信息 钱总 你送给我女儿孟云的那台车 她想让你先开一段养养车你看怎么样 孟云她也很想你哦 灵芯 我想今天搬家 把出租屋里的东西都搬到咱们的新家去 你可以帮帮人家吗 这时灵芯看到下面的信息刚想回绝罗亚西的紧 不曾想罗亚西尽你让灵芯来挑选内衣 不喜欢的她都会扔掉为例 这下由于脑海中已经出现了罗亚西各种用的画面 刚好车总要来送车便答应了罗亚西的请求 吃过早餐后灵芯便和茶茶告了别 而女主播茶茶本以为她从此会和灵芯的关系变得老不可 殊不知灵芯只是把她当个过客离开了 她便立刻投入到下一个温柔乡群 画面来到罗亚西的出租屋内 此时两人刚把行李装好 门铃声突然传来 开门一看来人竟是罗亚西的母亲和舅舅舅妈 之前罗亚西被母亲叫回了家 目的就是让她去相亲却被罗亚西一口围剧 理由就是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可在听说此人乃是穷乡僻壤的滑江乡下人之后 罗亚西直接怒了 然而由于罗亚西对灵芯的好感度已经达到百分 关系早就转变成了灵芯的纠集填口 所以即使是面对母亲的吉利索费 罗亚西也没有任何犹豫表明了态度便摔门离开了家 画面回到出租屋内 听着罗母见面后 第一句话就是让灵芯离开罗亚西 给灵芯弄的一脸问号 表示自己根本就不是她男朋友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连承认都不敢 我什么时候说过灵芯是我男朋友了 我现在还配不上她呢 听完女儿的话 罗母差点脑溢血涂法 气血攻心的她直接起身 就要带着罗亚西回家 却被舅舅拦了下来 表示这小伙看起来也一表人才 先别着急让她问个明白 随后再听说了灵芯父母 就是普通工人 没有工作还没有稳定收入 态度直接来了的180度反转 讨访罗亚西真是被诛狗了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罗母 命令罗亚西立刻离开这个乡下人 否则就断了她的全部生活分 最大叔为了彰显自此的优越感 无故媳妇在身旁的劝说 静音女儿刚介夫二代男友第一面 就将其拿下为友 讨访灵芯没钱没事还装逼 然而罗亚西却早就看穿了舅舅的目的 我是看明白了我妈今天来时逼我离开灵芯 而舅舅你就是为了趁机炫耀来的吧 要是我猜的不错柔柔姐和她男朋友 是不是该出场 话音刚落手机铃声果然如鱼而至 为了装逼舅舅还特地打开了免机 让大家都听见 可万万没想到电话里竟传来绑匪 让她拿一百万赎金来换你的事 见状舅舅舅本以为这可能是电信诈骗 直到听见了女儿的求救声 这才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一时间担心报警会撕票 又不想倾家荡产 拿出一百万让舅舅为了来 纠结了一会 还是决定拿出钱 就出女儿再说 毕竟女儿可以嫁入豪门 值更多钱 这时听说灵芯是开车来的 舅妈本想请求灵芯开车 送她们去熟人 不料因为怕灵芯有危险 罗亚西便直接拒绝了舅妈的请求 见状舅舅舅就要借灵芯车自己去 却被灵芯一句 怕你借不起给彻底激怒 边拉着舅妈下楼打车 边骂灵芯小心眼 这辈子也就只能开个破车 然而由于此时乃是高峰期 根本就打不到出租车 看着路边停着的跑车 舅舅正羡慕的口水之力 紧接着就看几人瞳瞳瞬间放大 下一秒只见灵芯的身影 便来到了跑车跟前 在经过罗姆的询问确认后 态度直接来了的180度大凡凡 随后更是在听说了 罗亚西要搬家的地方 是价值三亿的别墅 直接让几人对灵芯的态度瞬间转变 相互对视一眼后 姐弟俩便不约而同地 开始向灵芯道起歉 然而相比于眼前这对趋炎附势的主意 此时的舅妈根本没心思想别的直接 灵芯跪了去 表示自己叫不到车 只要灵芯能送她去救女儿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见此情形在安抚完罗亚西的情绪后 灵芯只能无奈答应了舅妈的请求 在舅妈车上走 舅舅可敬低头认错 无奈车上只有两个座 只能一边吃着尾气一边大声喊 真心悔 然而高峰期路上车辆太多已经有车 看着担心自己女儿被绑匪撕票一脸头上的哥妈 灵芯双眼惊光突然闪烁 直接用上了系统腾奖励给她的驾驶精通技术 还没等舅妈反应过来 一阵阵汽车轰铃声外加飘一声便瞬间传开 强烈的推背感震开了舅妈胸口的扭口 但即便如此舅妈也没坑一声 甚至还催促灵芯在快点 因为此刻她的心中根本没有任何事 能比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撕票的女儿重要 而当两人到达严明山时 距离绑匪给的期限也仅剩下五分钟 可就在舅妈拿着钱呼喊着女儿名字时 令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只见女儿柔肉正一脸嚣张的骑在摩托上瞧手一台 而曾看过照片的男朋友谢水 也变成了一脸精神小伙的模样 这时柔肉也没理会妈妈的惊讶 只是来到身前一把抢走了起 打开手提包查完数目便直接地点的谢上 见此情形 舅妈这才发现她竟然被自己的亲生女儿骗了 柔肉假装自己被绑架 只是为了让她尽早拿来赎金 来充当自己赛车的赌步 而看着痛哭流涕的舅妈 灵芯本想出言安慰一番 不料却遭到了柔柔的质问 你就是我爸让我今天去羞辱的那个罗亚西男友 他应当落没想到系统的声音也突然传了出来 发现高颜值女性 目标苏柔肉的逆袭任务正式开启 我特喵的真服了 系统你真是连鬼火少女都不放过我 而当苏柔肉还想埋态灵芯两句时 身后一道摩托声忽然传出 菜市集团蔡正雄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野中 钱拿到了就赶紧比赛 恶惜人的亲情戏马眼给谁看呢 这么着急输吗 那就开始吧 随即在嘱咐了男友几句后 比赛便正式开始了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谢绍的失败告终 可不同的是这次比赛的赌注还加上了苏柔肉 愿赌服输 苏柔肉你现在就是我的人了 听说谢绍从来没碰过 今晚就让我来试试真假吧 君小伙和鬼伙少女恋爱十年 女友硬是没让小伙碰一下 脑修成怒小伙隐瞒女友把她当成了赌注 山地赛车输掉比赛 陪了夫人又折兵 看着苏柔肉双目怒争对着自己一顿骂 谢绍竟不自觉地开始发出几乎变态的解像 这次赌注蔡正雄也把她的女友压上了 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公平 因为她女友可是比你稍多了 碰都不让碰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 这时就在柔柔刚抬起胳膊准备扇巴掌 蔡正雄便一把抓住了她并将其拽到了摩托上 扬言现在你是我 乖乖趴到车上喊主人才是你该做的事 见此情形一旁的舅妈本想利用报警来吓唬蔡正雄 没想到蔡正雄一点都没怕反而欲加嚣张 甚至连苏柔肉自己也默认了不能报警的事实 惹得舅妈情急之下就要奔向前方救你 不料却被一巴掌扇飞倒在了地上 而看到舅妈颇有几分姿色 蔡正雄尽色新大气 命令手下把舅妈也带到了摩托前 就要让母女俩一起喊她主人才肯罢休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按照规矩苏柔肉被输给了你是没问题 但是连她母亲也想收了的话 那也要按规矩来对吧 不如我跟你比一场 你随便开个架多少赌注都行 听到灵星的话 蔡正雄眼神微眯间 下一秒灵星开来的限量款跑车和舅妈作为赌注的话 便从其嘴里说了出 可话音刚落却惹来了灵星弟哈哈大笑 表示要玩就玩点大的 跑车和美少傅外加两亿华币就是我的赌注 你有足够的钱和我赌吗 有意思有意思 我押一个亿外加苏柔肉和我的女朋友 这样应该可以了 这时听着两人的话 谢少竟又犯了毒瘾 把他身上仅有的飞翔公司 40%的股份押了上去 也要来参加比赛 而听着苏柔肉的怒骂和舅妈对自己的担忧声 灵星此刻却显得异常兴奋开心 想着如果赢下了比赛 又将会有一大笔财富收入囊中 没过多久三人便来到了赛车始发地 比赛规则很简单 就是从这里到山顶 然后再回到始发地过程 不论只看最终充现者 此时身后的柔柔已经看出了 灵星不是一般人 但即便如此听着灵星回头打去 要借他的车比赛还是忍不住提醒他 蔡正雄曾经参加过摩托车锦标赛技术很好 而且他为了胜利定会不择手段 一定要相信 放心吧小妹妹 哥可是第一届跑跑卡丁车赛事冠军 你们就负责高行顾得顾得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紧接着伴随赛车女郎一声令响 山上价值三亿的摩托车比赛正在进行中 会议车手利用违规操作撞击其他选手 从夹缝中窜出获得领先优势 这时只见灵星微微一笑 双手容易剪 剧烈的油门声瞬间传遍了整个山区 但观众们却对此吃之以宜 因为前方就是个急转弯 很明显他们此刻已经把灵星看成了二傻子 不曾想下一年就被打了脸 只见灵星一路飘一旦滚 不仅追上了先头部队 而且面对阿祥的灵魂一组 灵星竟选择将高速行驶的摩托 抬起的方式来阻挥袭击 动作一出观众席直接沸腾 就连阿祥也忍不住感叹你小子 还真是伴出吃虎 然而位于守卫的蔡正雄 却不是阿祥可以逼你 眼看着灵星步不紧逼你有超越他的趋势 蔡正雄本想利用车子横移的方式 来挡住灵星的追击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灵星居然把车开到了悬崖峭壁上 把山壁作为跳跌 一脚游飞了起来 将蔡正雄超越成的第一名 此刻观众席早已鸦雀无声 双眼都盯在屏幕上 这时伴着灵星突然笑出了手 蔡正雄和阿祥这才反应过来 车子马上就要撞扇 下一秒阿祥的摩托撞击 山体绳传出的同时 所幸蔡正雄利用高超技术 躲开了山体性恋疑难 眼看着灵星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一股羞愤阴毒的情绪 瞬间涌入到脑海中 紧接着手指按向暗女一叉的 一道蓝色火焰 直接从排气管中喷发了 速度之快甚至都出现了残影 灵星我不但要让你输 还要让你死 说完便在观众们的震惊中 就想把灵星撞下悬崖 没想到灵星这次 竟然把自己当成了跳躲 把车子突然向下压去 几乎贴到了地面上 下一秒只停搜的一声 蔡正雄就这样像陀螺一样 飞出了跑道 最后随着灵星冲破了终点线 这场价值三亿的比赛 还是由灵星的胜利落下了为伍 我靠 真特喵得太帅了 车开上万米山坡 拉走两位因比赛受伤的赛车手 这时只见作为竞争对手的灵星讽过来 在众人的惊讶中 竟开始关照起了两人的伤势 原来她的罪翁之意不再绝 听说两人只是受了轻伤后 立马拿出赛前约定好的补助 让两人签了字画笔案 眼看价值三亿得合同到手 舅妈和苏柔肉为了表示感谢 竟承诺灵星只要两人能办到的 什么都可以为她 吓得灵星紧忙把属于 他们的一百分交了 表示这就是举手之劳 自己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可她也想不到自己的推脱之词 在这对母女眼中 会变成一个不拘小节的证人君 因此苏柔肉便当着 妈妈的面下的决心 一定要从罗亚西手中抢走灵星 不久后在大学城外的小吃间上 灵星正和室友们吃着小吃聊着天 这时随着暗处的一道身影缓慢浮现 就在灵星说话的功夫 忽然拍了下又肩膀声东击西 一口便把灵星刚买的烤肠吃了进去 回过神来的灵星 这才发现来人是苏柔肉 但室友们对柔肉的出现 却是一点问号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 灵星后宫似乎还没有这种类型的出现 就在这时刘一诚不知何时 突然出现在了苏柔肉身后 知道柔柔的用意后 刘一诚本想用言语讽刺来宣誓主 不曾想苏柔肉根本没吃这一套 直接施展出了一手 请拿将刘一诚当场请主 你谁敢跟我叫板 老娘混帮派的时候 你还在学校喊老师呢 听到这里刘一诚也没磨叽 反手拽住了苏柔肉的头发 两人便开始无差别打击 这尴尬一幕顿时惹的灵星脑袋发懵 没办法只能用上了中医精通天赋一脑 快速点击在了两女身上后 两人这才浑身发麻地分离了战场 少女凭借一个眼神 外加男人敷衍的话 便已猜出女人就是灵星的前女友 忍不住嘲讽的同时 却遭到了刘一诚的正面反嘴 我就算是她的前女友 也比你这倒贴的强 女混混一个未讨灵星喜欢 还假装大学生真是恶心 赶紧滚吧 话音刚落伴着一本学生 正被苏柔肉拿了出来 大家这才相信原来苏柔肉 还真的是岩江大学的学生 面对着眼前这个身材样貌都很紧 我不少 同为校友的众人 开始对苏柔肉暗所挣播 可苏柔肉根本没时间理会他们 眼神一直锁定着灵星 就连一秒都不审判 这时带着夏宇轩的电话 灵星这才想起 今天是文物展览的第一天 自己答应过夏宇轩要去捧场 所以挂完电话 就紧忙告别了事 目光落在了面前 一辆共享单车上 然而苏柔肉却不肯放她走飞 缠着灵星必须带着她去 搞得灵星一阵头大 没办法只能提出了 让苏柔肉把学习成绩提高后 再来找她 看着面前这对嬉笑打闹的神仙眷恋 在暗处的刘依成用力钻了钻拳 一个计划陡然便出现在了心中 画面来到岩浆博物馆内 此刻博物馆文物展览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看着一个个从矮子国夺回来的文物 被抬出来展示 众人都齐刷刷地对夏宇轩竖起了大拇指 其中一位帅气大叔 更是地点的夏宇轩一张名片 邀请他共进晚餐 却被夏宇轩一口围剧 这时看着灵星竟然拿着廉价的烤肠 给夏宇轩吃 帅气大叔马上都要笑出了声 可让他忘了没想到的是 夏宇轩竟然真的接受了 而且还赞不绝口 唯唯无取 更过分的是 还当着他的面牵起了灵星的手 就要进屋观看剑宝 于此 是屋内的剑宝会马上就要开始 吕博王小横紧忙 把手机拿了出来开启了直播 而今天他的目的 就是要把从米国润过来的文物 通过剑宝会鉴定价值好 卖出个好价点 可不巧的是 就在工作人员叫到他名字时 剑宝专家由于肠胃不是去了厕所 惹得他一阵躁怒 开始对着直播间狂吞 夏宇轩见状紧忙叫停了他 表示自己就是博物馆的馆长 也可以为他骗补 听到这里虽然怀疑夏宇轩的身份 但汪小横还是把盾过来的文物拿了出来 可他却没想到夏宇轩会当着直播间万人的面 宣布了他拿出的文物 只能算是个工艺品的仅此 由于周围的人太多 汪小横一时间也不好就替撒博 没办法只能把压箱底的一件瓷器掏了出来 势必要让夏宇轩见赏 否则就要他好了 主播花五万让人鉴定文物价值 没想到东西不仅分文不值 而且还是个高档 导致他大庭广众之下 只能硬着头皮辱骂夏宇轩装大事 就连精通健保的孔老师也被吸引过来 很显然孔老师在健保界中也是老牛条 眼看着夏宇轩陷入泥潭 他给出的建议竟然是让他糊弄过关 看着男主播小横的丑恶嘴脸 周围的议论声让他背给压力 而就在夏宇轩想着先顾大局成全小横是 一只大手突然搂住了他的肩膀 此刻的灵星就像神明一样 让位于夏宇轩身上的压力眨眼间便已烟消云散 此时相比于懵懂无知的小横 洪老师对于灵星的底细显然知道的更生意义 紧接着也不敢怠骂还顺着灵星的话 把健保师的身份给他安了上去 然而在听到灵星敬眼说他的文物就是个厌名 逼得小横直接使出了大刀 把一个名为范果宝大师的鉴定报告拿了出来 可不料灵星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仅没有听身旁孔老师的劝说 而且还当着小横几万粉丝的面 让他赶紧拿着假文物假证书鬼 没想到话音刚落还真把那个自称是 剑宝大师的范果宝击了出来 老夫收藏古丸六十余子 还没有人对我的鉴定提出过否认你又算是满分头 而随着范果宝的现身 一群在他身上横高价购买过古丸的消费者 也站了出来为他捧场 眼看着场面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趁着势头正盛只见范果宝大手一挥 让众人闭上了嘴 表示如果灵星和夏宇轩可以向小红道歉 这事就算了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灵星微微一笑 我说假的他就是假的 如果你不服那么不好意思 我只能自己动手 我还只是顶一句 就被老头要求赔偿五个亿名誉损失费 并且还要灵星当场下跪下的磕头认诅 否则就要追究两人的法律得任 不料灵星听了却不怒反笑 表示五个亿可以给他 但必须要建立在双方赌约的基础上才行 这时看着信心满满的灵星 再加上身旁一直拱火的消费者 没办法范老师只能硬着头皮 压上了自己一半的收藏品 来和灵星赌面前这些出自他手里的文物都是真品 只见灵星突然向助手要了一本肥子 见状众人连忙警告他 如果砸碎了真品 必须要付双倍价格赔付才行 没想到灵星根本没有余 点了点头便冲着一排文物瓷器走过去 这时夏雨轩本想出言 制止灵星紧忙给他一个眼神让他放心 才让夏雨轩又摧毁了原地任由灵星行动 眼看着灵星手中的铁铁就要砸下去 范老师的心却没有丝毫轰胀 因为只有他知道灵星如果是想通过文物断变来判断 真品结果肯定会失败 只因这些文物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绝对没有任何破绽可言 曾经连国家健保局的人都瞒了过去 灵星一个业余爱好者想见别真品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不过要说漏洞还真是有 这些位置和大小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为了保险起见只要把那些印记都收起 那就真的是天衣无缝 这时在范老师冥想的功夫 灵星已经开始对着瓷器打了 一瞬间碎片四散崩飞 捡起其中的一个小横本想查看 断面是否有问题 不料却被范老师一抛了过去 并暗自把这个带有印记的碎片放进了铺兜里 随后又紧紧跟着灵星的动作 一边打马虎眼 一边偷偷把带印记的碎片往兜里推 直到灵星将面前的瓷器全部敲锁 所有破绽都被范老师装进兜里的遗产了 他才扶了扶眼镜自细地笑出了声 然而范老师可能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小动作早就已经被灵星意了 还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 竟穿着旗袍用价值起义的文物茶壶为他泡茶喝 就此方刚 范老师本来还胸有成竹的手势百善 要求灵星必须拿出文物造假的证据 否则就要赔付众人双倍的钱 这时灵星先是走到了范老师身前笑了笑 下一秒数枚瓷器碎片便被他抛向了空中 见到碎片后众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声 因为大家都是平时喜欢收藏文物的人 所以在看到了碎片上竟然雕刻着范老师独有的印记 显然已经明白了他们曾在范老师手里高价买到的文物 八成都是高仿或者假冒伪劣的产品 然而此刻属事件的主人公最为懵逼 因为从灵星的叙述中才知道 如果不是自己做贼心虚案子偷走带有印记的碎片 只是文物业余爱好者的灵星根本不知道这些瓷器是假 而让他坚定信心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便是夏宇轩 事情暴露眼看着范老师就要被当场手撕 这次夏宇轩突然从身后抱住了灵星 可能是因为听到了灵星无条件相信自己 心生爱意又让夏宇轩对灵星的好感度增加了5% 这下也正好突破了90% 在夏宇轩身上的第一阶段逆袭任务宣布成功 除了自身素养得到全面提升和系统奖励之外 在夏宇轩身上曾花费的68亿的10% 也将自动进入灵星的个人账户中 但他这次完成的赌约价值还远不大这些 不久后画面来到范老师住所内 看着一屋子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 按照协议这里的一半都要被灵星拿走 这是一套失传已久的古代茶具 突然映入了夏宇轩的眼睛 随即只见夏宇轩回眸对着灵星邪魅一笑 便急忙让灵星去外面的茶厅等他 紧接着伴随一阵高跟鞋声传统 一道角色身影带着价值上亿的茶 便静直地朝着灵星走去 对着一壶价值两地的茶 男人的心思却丝毫没放在茶上 精致典雅的旗袍将女人的身材完美呈现 让灵星恶不如惊 惹得夏宇轩面色朝红急忙转移换 没想到灵星还真的知道这茶壶的来意 相传几百年前一位士兵在战场 救下了当地富商女儿的性命 两人一见钟情 无奈富商瞧不起士兵的家世 非要他当上大将军才同意婚事 因此士兵给女人留下了这个茶壶 够为定情信物后便踏上了战场 十年后真的成了大将军 回来和女人成了亲 长相思物相忘 看着茶壶上被大将军刻下的六个字 灵星不自觉地突然用力搂住了夏宇轩 却没料到夏宇轩回赠给他的近视深情义务 这下也彻底让灵星失去了耐心 搂着腰将夏宇轩抱在腿上就要野战 没曾想因为用力过猛旗袍竟被震开 惹得夏宇轩一阵尖叫小脸红的毒药逼出水 直到灵星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披在了他身上 这带了羞羞的地方将他抱起这才安静下来 我抱你去更衣室吧 听着灵星的话夏宇轩也明白了用力 便没拒绝翘脸微红的点了点 以至于直到深夜更衣室里 仍被奇怪的声音环绕不绝于耳 三天后画面来到龙院别墅一号门口 今天是罗亚西班家的日子 灵星早早便带着他来到了别墅 门口保安正看着两人背影羡慕过 这是一个女服搭扮的女人突然叫住她 声称自己是新来的和保安聊了几句 便成功拿着行李混进了别墅中 看着庄园内四处可见的美丽花朵 再加上仆人口中欢迎主人回家的话 一时间让灵星突然感慨有钱人真好的同事 当着罗亚西的面扬言晚上非得给他紧密 而这你浓我浓的场面 也被伪装成女仆的刘一诚全部禁收眼底 到了傍晚时分 听着女仆们的夸赞 灵星生命真好碰到 您这个会做饭的女朋友真幸福 让罗亚西忍不住回复到 自己就是喜欢看她吃我做的菜 这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仆 突然走过来就要帮罗亚西端菜 而看着罗亚西怀疑的目光 女仆紧忙谎称自己感冒了 为了不传染大家才带口罩 再加上那特意伪装出来的夹子衣 惹得罗亚西一阵恶心 赶紧把菜给了她 并让她送到了二楼灵星房间 随后只见女仆悄悄地把手伸进了胸口 紧接着一瓶紫色液体 便被她拿出到进了菜里 还躲在床底 闻着克制的香薰 外面的声音环绕了边 加上药效发作让女孩 就算自己也一样上了天 就在刚刚刘依诚 本想着用迷药迷晕两人 这样她就能在情敌罗亚西的面前 正大光明地享用灵星 可现实却不如人意 保安的出现让她明白 自己潜入别墅已经暴乱 没办法只能找个地方 先躲起来再说 眼看着所有房间都上了锁 当下只能选择 正敞开大门的主播室 躲在了床下不敢出声 没过多久房门突然被打开 罗亚西拿着亲手做的菜 和灵星来到了房间内 就要在床上享用晚餐 然而吃了一段时间 上面一直没有动静 让早已在菜里 下了迷药的刘依诚 感思不得其他 紧接着外面一个声音 又让她突然瞪大了双眼 只见一个女仆敲开了房门 把一个水体包交给了罗亚西 而仆人捡到的包包 正是自己刚刚不小心遗失的 当罗亚西看到包里的 兔女郎服装后 便猜到了包的主人 是刘依诚肚并没安好心 所幸也没想那么多 还是按照原题话 来到了灵星身边 将提前买好的 特制香薰点燃后 直接堆去了全部衣衫 下一秒一个洁白如玉的兔女郎 便呈现在了灵星面前 此刻刘依诚 只能忍气吞声躺了枪 不仅借光闻着 助兴香薰身体 开始不自觉躁肉 而且还能听到 床上两人的虎狼之词 让他抓心脑胆 把地板都抠出了滑河 伴着此起彼伏的声响 不决于耳 刘依诚最终也在 内心的煎熬下 抵达了高峰 而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后 直到午夜时分 两人终于安静了下来 这时刘依诚刚想 悄悄爬出卧室离开 却被一只狱卒 突然拦住了去路 原来罗亚西早就发现了 他的伪装 把有迷奥的胎 换掉后 特意将他放进了卧室 目的就是让他欣赏 自己和灵星的女龙龙 听到这里 刘依诚忍不住 刚要对罗亚西出手教授 紧接着看到罗亚西要报警 又停下脚步 选择了安静的一台 等着扮你这个贱人 咱们走着瞧 学校体育队的校草 一个百米冲刺 能破11秒的选手 却被一个摄影师 抢了风头 而且让他感到羞耻的事 摄影师拿着机器拍摄 还领先他好几次 替代他成为了 运动会上最亮眼的焦点 就在昨天晚上 刘依诚因为暴露了身份 只能选择跳窗逃跑 回头看向房间内一脸 得意的罗亚西 忌恨的眼泪 像雨滴一般疯狂散落 索性在包包内意外 发现了被带出来的灵芯衣物 用力闻着里面 那充满灵芯气息的味道 让刘依诚再次对灵芯的 好感度飙升发誓 一定要夺回今天失去的尊严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东西 会是灵芯一周没喜的那种 一周后画面来到 沿江大学运动会现场 伴着主持人宣布 大会正式开始 各个系的学生代表 由于灵芯在学校内 也是小有名气 同样是文学系的 他也收到了部分 女同学的呼喊声 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面对全是男生的体育系 直接让会场陷入了高潮 对此灵芯的室友是最无奈的 因为他一会就要和体育系内 百米最快的彭汉同场竞技 然而就在比赛即将开始 时意外发生了 负责摄影的同学 因为和你有挑战 突然把摄像机塞到了 灵芯手中向着校园外跑去 无奈之下 灵芯只能选择 临时充当了摄影 无意间镜头里出现了一男一女 男主角正是体育系的第一人 正在给粉丝签名的彭汉 见到灵芯胡乱拍摄 手下小弟本想出手教育 却给彭汉拦了下 表示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看到那三个新女粉了吗 听说他们都有男朋友 晚上可以把他们三个都约出来 正好我们也是三人简直绝配 不久后伴着裁判扣响的信号枪 最受瞩目的百米非人比赛 也正式开始了 彭汉起跑就落下了身后 选手几个身位 而今天的他还有另一个目标 就是跑进11秒过境 就在这时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 只见灵芯拿着摄影机 始终跑在他的前面 直到他看向身后被自己拉下的选手 这才相信眼前荧幕竟是成长 会大荧幕上百米冠军精线表情包 原因就是这个摄影师 一个穿着皮鞋扛着10公斤设备 还要比他快的人 而且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 男子400米 1500米比赛都接连出现了冠军表情包 为此参赛的同学们 还特地找到了裁判 举报灵芯服用兴奋剂 可由于灵芯根本就不是参赛选手 裁判直接无视了几人 还把他们当成了傻子看 没办法彭汉几人只能选择投赛 想要去找刚刚新收到的女粉丝谢谢我 然而因为看了比赛已经被灵芯圈粉 让原本答应赛后和他们出去玩的女粉丝 都瞬间换了嘴脸残忍拒绝了彭汉的邀约 不久后画面来到沿江大学运动会 女子50米游泳比赛现场 看着刘依诚和罗亚西绚丽登场 惹得部分男同学不得不去男厕所解决一份 然而此刻两人周身的气息早已暗流勇 直到刘依诚率先打破平地 表示要和罗亚西用灵芯做赌注和他比一场 这时还没等罗亚西给出答复 苏柔柔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二人面前 并扬言让两人弃拳自己定会夺得冠军赢到配偶权 而随着场外众多男同学的尖叫呐喊 各位选手准备就训 霸凌枪响女子50米游泳比赛正式开始 此刻场外灵芯刚好和室友们路过比赛现场 这时一名男同学突然挤过几人就要去观赛 猴急的模样像似打了鸡血一般 直接把碍事的女同学向后推去 随着那名打神女同学应声倒地 室友们上前查看翻过了女孩的身体 下一秒一个短发精致的面孔便映入了眼泪 白心脏病突发进医院 遭遇飞心医生打劫要上千万才能相救 男人空有一身针灸医术却因无人相信无法施展 幸好美女护士舅妈及时出现 力挺灵芯这才开始英雄救命 这在刚刚一个女同学被人撞倒 那驾驶明显是心脏病突发的症状 情急之下灵芯只能选择利用系统加持先稳住病情 随后紧忙又让室友们联系了救护车 没过多久到了医院灵芯这才发现 晕倒的女孩母亲还是她的老伤势 一个曾被她救出文物骗局的投资者 然而还没等两人序捷 心内主治医生便拿出了病危通知书 表示这个病狠特殊需要出国治疗 保守估计费用在1500万左右先把钱交了 可灵芯听到这里却显得不以为然 不仅当众拆穿了医生的谎言 还修改了临床诊断怒骂佣医 这下也将卢主任彻底激怒刚要动手 这时由于女孩的病情突然加重 卢医生竟笑了起来 直接回绝了母亲的请求 还把责任推给了灵芯 紧接着听说灵芯在找针灸银针又开始跑出大笑 他们可是都怕病人死贪责任了 话音当落只见一道交涸突然传出 来人竟是灵芯绯闻女友罗亚希的舅妈 而因为曾亲眼目睹灵芯的手段 舅妈自然是力排众议相信灵芯 把银针亲手奉上并扬言出了责任一起承担 不久后鲁医生和灵芯医术对决的消息 很快便在医院里传开 而随着大量观看者向着那颗诊视有趣 一个红发美女护士冲破人群 当看到了灵芯的面容后直接呆立在了人群 没有阻止反而对此赞叹 原来男人正在施术救人 并且年长一些的医生已经探出了一些端倪 因为男人使用的医术正是医学界失传医卷的龙幽 眼看着灵芯犹如画佗再是网狂澜于记 和灵芯打赌的医生早已汗流加倍内心振战 不久后随着灵芯放下了手中的银针 昏倒的女同学已然出现了复苏记性 直到通过护士检查亲口承认了患者 女孩请直接扑通一下对着灵芯跪了去 见此情形鲁医生只能把视线转移 扬言灵芯无证行医触犯法律要把她送进警察局 正是听说了灵芯也要举报她虚假诈骗吃回头 鲁医生竟然笑了起来 此刻站在旁边的卧底女警官最为清楚她为何发现 因为她乔装混进医院目的就是要调查这家医院的后台体系 然而就在女警官打电话准备呼叫救兵时 灵芯看到她后直接把她认了出来 而且还不停地夸赞女孩气恶从良不辜出她的期望 惹得女警官连连后退让她赶紧闭嘴 过了一会当警察来到现场 就要把灵芯和鲁医生一起带去警察局审论 见状旧妈体忙追了上去告诉灵芯不要担心 自己会想办法去警察局保证 紧接着又想到灵芯的身份可能根本用不上去 就让灵芯自己多多保重 下次见面一定要请客吃饭为上次的救助葛事感谢 画面来到警察局审讯室内 看着鲁医生单独被带了进去 灵芯正当问自己为何被区别对待 一名警员突然把电话递给她说他们队长找了 一听才知道原来这家医院早就被警方暗中调查 而给她打电话的原因 就是这家医院背后的持股公司飞翔集团 灵芯占有的股份近高达了40% 将公司股东大会现场发出阵阵营效 有因为赌钱迎来了美女自豪的马大手 有打家劫舍弄来古代文物装逼的唱书 唯独缅国人昂登最为阴邪伟重 此刻他们三个能聚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叫灵芯的新任大股东 不久后随着房门被打开 看见拎着椰子悠闲自在的灵芯走进了屋内 手下小弟直接把一份盒头按上了灵芯网前 扬言如果不把这份骨拳转让盒头起来 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了 话音刚落让在场所有大佬没想到的事 灵芯竟当众做起了鬼脸表示否决 惹得手下小弟对着灵芯就是一拳 无聊却被灵芯单手接住了攻击 力道突然暴增尖 直接把小口腾的嗷嗷嗷嗷嗷嗷嗷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三位大佬 命令所有人对灵芯群起而攻之 奈何灵芯有系统加持 将手中椰子扔给了马大声后 仅仅是用了几秒钟时间 伴随着三人的瞳孔瞬间怒争 将全部人都解决后的灵芯开始回头打量起来 紧接着眼看灵芯犹如死神一般向着自己走来 不曾想第一个发起反击的竟然是马大声 灵芯我把椰子还给您 引入住飞翔公司我第一个欢迎您 而随着马大声率先破防 另外两名股东也在灵芯的威逼力右下 分别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 至此飞翔公司的全部股份都聚集于灵芯一人之下 然而灵狗之前仓书突然向他发出警告 表示飞翔公司身后乃是缅国的神秘势力 如果你敢沾染他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现在华国人去缅国境内旅游是什么待遇吗 初入境大厅登记报名费要付双倍 打车费要付双倍 就连买个玉石听说了你是华国人也要付双倍价 否则就给你抓起来卖到小黑屋 而身为亿万神豪的灵芯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拥闯缅国完美消费逆袭击 彻底打破了华国人在缅国的女区行星 就在不久前灵芯听说了飞翔公司的后台在缅国 为了获取证据彻底摧毁这个犯罪基础 灵芯竟直接罢免了三位老祖 将管理公司的权利交给了身旁三个不起眼的小弟 打算自己亲自飞去缅国一探究竟 起初那三个小弟还想表忠心誓死不做背叛老大的事 可听说了每天只需要上班五小时节假日不调休 还双倍工资 三个小弟直接换了负嘴脸 愿为灵芯校全满最傲 没过多久灵芯便只身坐飞机来到了缅国 没想到落地缅国人就给他来了个下满位 原本仅需要二十华币的入境表格 听说灵芯是华国人直接翻倍变成了四十 就连当地的出租车认出了灵芯是外地人 下车后原本二十五的打车费 也直接变成了五十不给就不让他走 与此腾吃一辆奥迪车突然停在了一边 紧接着一个身材爆表美艳动人的女人便走下了车 灵芯和出租车司机的争吵声引起了女人的助力 只见她缓慢走到出租车司机身边 两句话就让司机闭上了嘴 下一秒系统的声音也紧随而来 发现高颜值女性维舒曼开启逆袭任务 而因为好奇维舒曼的身份 灵芯便对其使用了系统层奖励的占卜术 发现了他最近有近亲之人死亡 而且今天还有破财之灾 这下可把灵芯乐坏了 因为他正愁和维舒曼不输 他破财自己花钱还能做逆袭任务 岂不是两全其美 随即灵芯便跟着维舒曼来到了玉石市场 很快他便相中了一块玉石 但维舒曼也没着急下手 因为他手里的钱只够买一次 而且这次赌食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所以面对老板的极力推荐 维舒曼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只愿给出原价的一半来收购 不料老板竟突然表示可以一分都不收 只要维舒曼陪他玩一下就行 这时老板伸出来的手突然被大力抓住 刚要动用武力听到了维舒曼的命令后 手下小弟这才松开了手又退了回去 而听到小弟对维舒曼的称呼后 知道他身份的老板不停没害怕 反而嚣张了紧 原来你是匪帮老大扎弩的女人 难怪这么扫 可惜扎弩死得早现在帮派都要不保了 来这里堵食是没钱花了吧哈 不曾想这一下竟把原始砸坏 而按照市场的规矩故意弄坏原始 就要赔付双倍才可以 这时就在维舒曼猛逼的瞬间林心出手 可老板听说林心是华国人后 不仅满嘴喷粪侮辱华国 还要林心想英雄救美必须再付双倍才可以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林心 直接对着老板走去就要动手 见状维舒曼本想提醒他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在看到林心回头的一刹那 又瞬间被林心散发出的气势把话噎了回去 今天我一个华国人就给你们上上课 把你摊位的所有石头都搬过来我全买了 这下可把老板乐坏了 紧忙让手下干活内心却早已笑开了花 因为这些石头都是被他鉴定过 这些边缴料能以四倍的价格卖出去 他已经赚翻天了 不久后林心利用系统奖励的健保金 很快便选出了五块原始让老板当众切开 而就在工人师傅干活时 老板引头怒骂林心白痴都快笑出了声 没想到被林心选出来的五块原始竟然都开出了珍宝 见此情形人们纷纷开始出价想收购 其中甚至有人给出了七千五百万华币 可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林心竟选择把这些玉石白送给了维书曼 而急着用钱的维书曼也没有推辞 只是把项链取下交给了林心 表示自己目前很需要这笔钱 这个项链就当他给林心的欠条了 等一切结束后定会付出双倍来退款 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原理